我会重重赏你的 谢谢西蒙大观人 话说在宋朝 清河县的街道上 有一段久别重逢的兄弟紧紧抱在一起 弟弟叫武松 不久前打死了锦阳刚上的老虎 受到当地支县器中留下来做了城管 哥哥正是武大郎 卖炊饼维持生计 这兄弟二人重逢的是喜庆难当 喜滋滋回到武大郎家中准备好喝叙叙旧 这时候最激动的 他肯定是武松兄弟二人 可是武大郎的老婆 潘金莲懵逼了呀 他想不明白 这俩人都是一个娘生出来的 为啥武松就是人高马大武燕祖 而武大郎却是矮挫献小四老 咱观众也懵逼呀 要说这潘金莲可是T1级别的颜值 怎么就嫁给武大郎了呢 原来啊 这妇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先后被变卖了两次 嫁给武大郎之前 在张大户家里做丫鬟 这个张大户可是60多岁驾铃的老司机 见潘金莲身得漂亮 马上就管不住裤裆了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俩人就发生了内关系 这事不久传到了张大户老婆耳朵里 老太婆一气之下就把潘金莲强行许配给了武大郎为妻 这潘金莲啊 自从嫁给武大郎之后 每天都梳妆打扮坐在门口 把街道当成梯台 眼里都是来来往往的小哥哥 现在突然天上掉下个武松 潘金莲哪能放过 就直说 何不教他搬来我家住 武大郎呢 心想 自己弟弟可是打虎英雄 搬到家里来 肯定再也没人敢欺负自个儿了 可他没想到啊 外人是不敢欺负了 但防不住后院想奔迪啊 一日 潘金莲早早催促武大郎出去卖吹饼 自己呢 就梳妆打扮好 把衣服弄得松松垮垮 准备撩拨那武松一下 谁承想 武松看到这架势 二话不说 举起拳头就开始吓唬潘金莲 这夫人也发现武松实在是聊不动啊 气愤的改口说 你怎么开不起玩笑 而他心里呢 则是惦记着害怕武松 把事情告诉武大郎 所以这夫人等丈夫回家后 直接来了一手恶人先告状 对武大郎说 我好意安排些酒饭与他吃 他见前后没人 便把言语来调戏我 武大郎呢 自然是不信 但是为人懦弱 也不敢争执 武松呢 一气之下 也收拾行李 搬回了衙门安排的宿舍里住 不久后 武松受到支县大人委托 要出趟远差 临行前还特意嘱咐自己哥哥少做生意 早回家多看着点 武大郎呢 自然是听了自己兄弟的话 每天早早回家 就把窗户紧闭 帘子放下 时间久了 没等武大郎回来 潘金莲自己就先关了窗户 放了帘子 要说这本来是阻碍了 妇人洪信出枪 可没想到啊 缘分就是妙不可言 这一日 潘金莲还是像往昌一样用竹竿放窗子 突然一阵银风袭来 妇人手里没拿吻 竹竿不偏不倚的砸到了一个人头上 此人正是那县门前开着生药铺 又放官吏债 全县人都惧怕的西门庆 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 正准备破口大骂 只见窗户里的潘金莲奄然一笑 红纱西裤扣樱花 行作处 风吹裙裤 口儿里长喷出 一箱蓝舍樱桃出笑脸生花 大官人瞬间都没火气了 这也难怪 他本就是个扶浪子弟 说他小时候抓周 抓的东西是肚都也不为过 西门庆见潘金莲如此颜值 那能不动歪心思吗 巧的是 潘金莲对他也动了心思 双向奔赴了 属于是 但这种下流的念头 毕竟不能表现出来嘛 于是俩人 一个赶忙关窗户 在屋内小路乱撞 一个继续走路 在街上慌慌张张 可这西门庆啊 本就是个容易激动 说干就干的人 于是他马上跑到 潘金莲家隔壁的茶水铺 向王婆打听 那是谁家的娘子 这王婆能是一般人吗 一早就看出了 西门庆揣着什么心思 但是偏偏就不点破她 直到几天后 西门庆掏出银子 王婆才给出了 一招偷奸的计策 只见这王婆第二天 约潘金莲来自己家做财富 然后又让西门庆 假装偶遇来铺子里喝茶 三人一番纠缠过后 王婆便识相地借机离开 潘金莲呢 也不磨叽 直言道 官人羞妖啰嗦 你有信 奴役有益 你真个勾搭我 话音刚落 俩人就亲嘴砸舌一处 正是满前也亦无人时 几朵毕头春自开 只见这俩人 交紧鸳鸯细水 病头卵粪穿花 喜滋滋连里之甚 美甘甘同心待结 一个将猪唇 景天一个把粉脸协微 罗袜高挑肩薄上路 两弯心悦 金钗鞋坠枕头编堆一朵乌云 世海门扇拨弄的千斑玉泥 修云窃雨 柔搓的万种妖娆 恰恰因甚不利而盼 这二人纵情深色过后 衣服正穿了一半 门外的王婆抓准时机 冲了进去 连忙大喊 你看你们干的都是些什么勾当啊 叫你做财分 没让你偷汉子 叫五大郎知道了 这不是连累我吗 不如我先去告诉他好了 韩金人一听吓坏了 跪倒在地请求饶恕 王婆呢当然是早算就好了 他先对潘金人说 你得答应我不能辜负了西门大官人的好意 今后叫你早来你就早来 晚叫你来你就晚来 不可不来 然后转头又对西门庆说 你呢也不用我多说了 许诺给我的东西一分都不能少 如若失信我就告诉五大郎 要说这王婆的确是诡计多端啊 一下拿捏了两个人 之后接连几天 潘金人都按照王婆的指示出门 出轨的出西门的门 不到半个月 街坊邻居都知道了 只是因为害怕西门庆而漠不作声 唯一一个把消息告诉五大郎的人 那也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遭了王婆的一顿打 想要报复来了 五大郎呢 没想到自己头顶的野草 那是唇风吹又生啊 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理直气壮去捉奸 却反被西门庆一脚踹到吐血 卧病栽窗 这下潘金连取经路上 唯一的阻碍也没有了 自然变得越发猖狂 甚至一口汤水都不给五大郎吃 想把他活活熬死 紧急之下 五大郎就掏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威胁潘金连说 等五松回来 我要你们好看 这招确实让潘金连着了怕了 赶忙和王婆西门庆商量对策 要说还得是王婆老辣啊 这老太婆问西门庆说 你俩是要短坐夫妻还是长坐夫妻 短坐的话 你俩从此以后不再联系 好好哄哄五大郎 就当没这回事 要是长坐夫妻 那就从大官人家里拿些砒霜 把五大郎嫩死 回尸灭迹 然后一顶轿子 把潘金连取回家 咱们都晓得 这俩人啊 还正是情生意怯的时候 怎么可能选择不再联系 王婆啊 当然也晓得这一点 但还是给了西门庆两条路 一条改邪归正 一条错上加错 言外之意就是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都是西门庆自己选择的 和我老婆子没有关系 至于潘金连 他根本没有资格参与选择 只能听候安排 西门庆选择的结果 大家就都知道了 一句大郎喝药了 鱼鹰绕梁几百年 还让人津津乐道 五大郎一命呜呼之后 西门庆贿赂好艳师的武作 就此瞒天过海 也真是可惜了 瞒天过海这个词 毕竟街坊邻居 对真相那都心知肚明 只是不敢伸张罢了 导致这真相 明明从未被埋没 但就永无见天之日 马上海里面的地客 未经许可恋 一定是不敢伸张的 风格盐 对真相那都心知肚明 是不敢伸张的 对真相对 不敢伸张的 封死的 对真相对 向天智的 封死 code 也算是不敢伸张的 自然就没有多余的手留给潘金莲了 搞得这妇人是日思夜想寂寞难耐 直到武松一封家书寄来 表明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前能赶回家 这才逼得西门庆赶忙烧了武大郎临位 把潘金莲娶进门 做了第五房老婆 嫁入西门府的潘金莲那是野心勃勃啊 进门当天就把各房老婆研究了个遍 大房吴月娘是本地千户的女儿 正妻有权得讨好 二房李娇儿是勾兰唱曲儿出身 论分乐不如自己威胁不大 三房孟玉娄身材不错 了解不多先相处着再说 四房孙雪娥是丫鬟出身 专管在厨房做饭不足为惧 只见潘金莲研究了一遍后 果断出击 追着大方吴月娘那是一个劲儿的讨好 话说另一边 武松回家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 用武力打听到真相后 要去找西门庆算账 咱就是说这西门庆啊 他再嚣张也是个普通男人 一样是胆小好色爱看腿 听到武松来找自己算账 早一溜眼跑了 气急败坏的武松 愣是把西门庆旁边的人 打了个超级加倍 当场宴气 西门庆呢 则抓住机会买通衙门 定要给武松判个死罪 斩草出根 尽管中途有清官站出来伸张正义 可惜武松也依然被判了个发配充军 判决当晚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堂堂侠肝义胆的英雄武松 只能在枷锁中感叹事态炎凉 而罪魁祸首西门庆 却能带着五个老婆 何家欢乐饮酒唱歌 咱说回潘金莲 这妇人嫁入西门府后啊 有两个丫鬟贴身照顾 一个叫春梅 生得也很俊巧 此女本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 现在安排给她使唤了 另一个丫头叫邱菊 专门为潘金莲做饭 正当所有一切安顿好没几天 这妇人就做了一件 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事情 起因是西门庆对潘金莲说 隔壁兄弟花子虚 和自家几个丫鬟发生了关系 怎么怎么的 向妇人暗示自己看中了春梅 按理说啊 像潘金莲野心这么强的人 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丫鬟 和自己争宠 但是结果啊 她不仅一口答应了 还专门去梦浴楼的屋里睡了一晚 腾开地方 让西门庆和春梅翻云覆雨 此后潘金莲啊 更是一力抬举春梅 只让她做些轻松的活儿 而且衣服首饰 都捡心爱的给她 原来啊 这妇人是想拉拢队友 壮大势力 这么说来 潘金莲拉拢春梅 的确是最合适的 毕竟其他房的太太 那是竞争对手 拉拢回来也是磕炸弹 只有春梅不仅能得到西门庆的疼爱 而且她作为丫鬟 也没办法和自己平起平坐 这独妇二人组算是正式出道了 而且马上他俩就要来一场首秀 一日 潘金莲因为一些琐事 骂了春梅几句 搞得春梅是气不大一处来啊 但是在外面撒气 免不了被指指点点 所以他一脸恶狠狠的 禁止走进厨房 咱之前提到过 厨房那是四房孙雪娥的低盘啊 他看春梅气势汹汹的样子 开玩笑对他说 你要是想男人就去别的地方想 在我这儿硬气什么 本就在气头上的春梅听到这话 以为是西门庆和自己油染的事 已经人尽皆知了 觉得孙雪娥这是在调侃自己 当下就暴跳如雷大发脾气 不仅如此 春梅回到房中 还添油加醋的对潘金莲说 孙雪娥那个东西 她说是五娘你直视爹爹睡了我 这样咱两个人好一起勾引男人 潘金莲哪听得了这话 怀祭在心就和孙雪娥结了仇 不仅结仇结的草率 报仇也是干净利索 没过几天 西门庆在潘金莲房中休息 吩咐厨房做些饭菜上来 只是等了许久 还不见饭菜的银子 便让春梅去厨房里催促 这下可给了潘金莲报仇的机会了 只见这夫人 把之前发生的事 又添油加醋了一遍 对西门庆说 你不要让春梅去催 之前孙雪娥可是说了 是我纵容春梅想一起哄男人 还百般执猪骂狗欺负俺娘俩 听到这话的西门庆还没有发脾气 毕竟是后宫打架无可厚非 而且他们谁越是想更胜一筹 那就一定会格外讨好自己 反倒稳定了家庭地位 咱再说厨房那一边 孙雪娥在灶台前同时照料四五个菜 那是忙得不可开交啊 看到春梅来催促自己更是烦躁不已 忍不住呛了他几句 这春梅呢也是个记仇的人 回到房里就和西门庆说 孙雪娥只顾在厨房里骂人 不肯做饭 此话一出 西门庆可就忍不了了 一个想在家中当皇帝的人 怎么能纵容家里人不听话呢 跑进厨房就连拳带脚 把孙雪娥打了一顿 这可是让人属实委屈啊 孙雪娥自然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哭声传到吴月娘房中 月娘赶紧问丫鬟发生什么事情 丫鬟呢也只是依据道听途说的内容来回答 说是爹爹要吃饭 催促不得 四娘骂了春梅之后被爹爹打了 吴月娘听说后啊 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既然是爹爹要吃饭 那给她做就好了 无缘无故骂人家房里的丫鬟干什么 这一来二去啊实在是可怜了孙雪娥 嚣张了潘金莲 观众老爷们有没有发现 咱刚刚聊到的这个故事 其实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 厨房是整个事情发生的真实世界 咱们都能从这一世界确定孙雪娥是委屈的 潘金莲和春梅是作恶的 而潘金莲屋内则是添油加醋过后的恶人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真相被扭曲反转 只是因为潘金莲和春梅正得宠 有靠山才有胆子去颠倒黑白 更何况和掌权者的对话 谁会不想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呢 哪怕会以牺牲别人为代价 至于吴月娘房内则是看科们 道听途说的表面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孙雪娥是否冤屈并不重要 潘金莲和春梅是否作恶也不重要 人们需要的只是满足好奇心 哪怕消息的来源是错误的道听途说也无所谓 毕竟别人的苦难和心机只要和自己没关系 那这就只是个茶余饭后的消遣罢了 咱把故事中的厨房换成打工人办公区 把潘金莲的屋子换成领导办公室 最后把吴月娘的屋子换成公司厕所 这样两者相比起来也实在差不了多少 咱回到金平北 潘金莲啊 这算是开门红的打了个胜仗 那么之后他又会干些什么事情呢 西门庆又是如何娶到第六个老婆的呢 结束新人物后又会带来哪些露骨的现实呢 咱书接上回 四娘孙雪娥算是正适合潘金莲结仇了 就在俩人轮流找大方吴月娘谩骂对方的时候 另一边的西门庆呢 正忙着和结拜兄弟们进行每月一次的哥们聚会 不用细说咱也都能猜得着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看西门庆有钱 还出手大方 所以都哄着他耍钱喝酒 嫖赌其心 只有花子虚一人本就富有 仅仅贪图西门庆的权势罢了 这些人中 应伯爵谢西大俩人最受西门庆喜欢 只见这兄弟十人乌泱泱聚在一起 还叫了几个勾篮里唱曲的歌迹 一起饮酒作乐 其中一个歌迹把西门庆迷的 那是根本抬不起脚来啊 激动之下 自然忍不住问兄弟们 这个女子姓沈明谁 应伯爵呢 率先回答道 此女叫做李贵姐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 西门庆的二房老婆也是勾篮唱曲出身 也姓李 叫李娇儿 谁承想啊 这个李贵姐 正是李娇儿的侄女 这下西门庆可更激动了 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个什么 索性干脆利落的把钱拍到桌子上 当晚就要留在李贵姐这儿休息 这妇人呢 就更不客气了 干脆拉着西门庆连着住了半个月 这期间啊 还发生了一件事 李贵姐嫌弃硬伯爵 一干人等 每天就在这儿花西门庆的钱来吃喝玩乐 于是寒沙摄影的 西落他们是干啥啥不行 混饭第一名 咱就说一帮自命不凡的大佬爷们 哪受得了这个 只见印伯爵掏出银制 挖耳勺底仗 谢西大掏出镀金网罩 其余兄弟们也是什么破手 怕烂腰带凑了一堆 想要点体面的人 干脆向西门庆借了几千银子 紧接着饭菜上来后 这群人就好像是吃自助 非得吃回板一样 只见人人动嘴 个个低头 遮天映日 犹如蝗虫一起来 几眼跌见 好似饿劳财大处 反倒让西门庆和李贵姐 没吃上几口 这还不算完 临走时候 印伯爵假装和李贵姐亲嘴 顺手把她的首饰给偷了 谢西大呢 敲咪咪把西门庆的扇子 给顺走了 剩下的人也都是这样 唯独那个借钱的 体面人是角度亲奇 他干脆把向西门庆借来的钱 直接记在了西门庆的嫖账上 这边先暂且不提 咱把视线放回西门府内 二房李娇儿 听说西门庆包占了自己的侄女 那是真叫个喜出望外啊 立马掏出一包银子 让小丝带安 送到李贵姐那儿 置办衣服首饰 可这潘金莲就不开心了 当着吴月娘和孟玉楼的面 怒骂勾兰里的 都是淫妇怎么怎么地 谁承想 那李娇儿早早就在窗户下偷听 听到潘金莲骂他家的人 淫妇长淫妇短 自然怀恨灾心 就此结了仇 这也难怪 潘金莲接连半个月 没见到西门庆 那是浴火难尽一丈高啊 再加上之前看到院子里的猫 在那儿交欢 把这妇人斗得是芳心迷乱 咱们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一日当晚 这妇人早早打发 两个丫鬟赶紧睡觉 又把一个名为秦童的小丝 叫进屋里 紧接着 官警方们把他灌醉 退一解代 锻炼身体 之后几天 每到晚上 俩人都过在一处 直到风声吹进了李娇儿和孙雪娥的耳朵里 果然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这俩都和潘金莲结仇 自然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起报仇 只见俩人跑到大房 吴月娘那里告状 吴月娘呢 却回答道 她才刚刚嫁进门 正是得宠的日子 你们不要跟她争执 如果不听我的话 等最后乱成一团 我可不管你们 显然啊 吴月娘觉得自己和潘金莲 没什么矛盾 也就没必要去主持公道 惹火上身 不仅如此 吴月娘也明白 他俩一定会接着 向西门庆告状 所以先划清界限 明哲保身 果不其然 西门庆回家后 还是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是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身 先把秦桶打了个皮开肉 站撵出家门 后又狠狠抽了潘金莲挤鞭子 只是这俩人都咬死不承认 而且西门庆看着潘金莲 跪在地上 焦蹄嫩语 慢慢也就消了气 再加上梦浴楼和春梅 也在为潘金莲说话 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西门庆呢 也继续回到了和兄弟们 喝酒玩耍的日子 这天 他走进隔壁花子虚的家 准备一起去喝酒 刚进门一个不小心 和花子虚的老婆李平二 撞了个满怀 这一撞啊 不仅撞出了灵机一动 还撞出了图谋不轨 只见西门庆在沟兰里 把花子虚灌了个民丁大醉 让他回不了家 然后自己早早回去 和李平二聊上那么一聊 时间久了 妇人一边谩骂花子虚 这个死鬼是夜夜不着家 一边暗爽 西门庆啊还是挺不错的 一来二去 俩人也就互生情愫 找机会偷了奸 只见这俩人偷奸当晚 灯光影里 娇嚣帐内 一来一往 一冲一撞 这一个玉璃芒窑 那一个金莲高举 这一个阴声丽丽 那一个艳遇难难 山盟海誓一溪耳中 蝶恋分子 未肯击霸 占两酒 背翻红浪 灵溪一点通两边 斗多时 仗窑迎勾 没带两万 垂玉莲 这西门庆啊 可不只是偷了 结拜兄弟花子虚的老婆 更狠的还在后头 不久 花子虚遭了一场牢狱之灾 起因是家中的亲兄弟 把他告进衙门 想要分割财产 情急之下 李平儿拿出三千两白花花的银子 请求西门庆上下打点 疏通关系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 西门庆 马上选择了一条 最不用花钱的路子 向自己的亲家 老陈求助 老陈又转手 请求阳提督 阳提督 又又转手 请求内阁菜太师 一条关系练下来后 西门庆烧信跟花子虚说 人情都走到了 等衙门问你家财下落 你就只说花费无存 只有房产装田建在 所以啊 最终判决 花子虚得变卖住宅良田 分钱给家中兄弟 才能免出牢狱之灾 看官咱琢磨啊 良田倒是有人买 但是这住宅 可就坐落在西门大官人家隔壁啊 谁人敢买 可不就剩西门庆自己买了吗 买房的钱不也就是从李平二手里得来的吗 这一来二去啊 西门庆是空手套白狼 不仅偷了人家的老婆 还拿人家的钱买了人家的房子 剩下的钱还都进了自己的腰包里 这可能就叫一键三连吧 反观花子虚 人倒是出狱了 但是钱进了西门府 住宅良田也被瓜分一空 好不容易凑了二百两银子 买了一处住所 可惜还没住几天就得了伤寒 又舍不得花钱请大夫硬扛了半个多月后 扛进了棺材板 想念二十四岁 没了丈夫的李平二也顾不上悲伤 满脑子都是西门庆 正好赶着潘金莲过生日 李平二也借着这个机会进西门府走了一遭 当晚就在潘金莲的屋内休息 所以在这西门府内 除了西门庆 李平二最熟悉的人 那就是潘金莲了 之后西门庆也经常去李平二家 和他聊聊天打打架 正是唾骂 由人唾骂 欢愉 我且欢愉 一日 西门庆从沟兰里出来后 禁止走向狮子街去找李平二 当晚西门庆告诉他 自己准备把原来花子虚的住宅重建一下 和自己的房子连通起来 再盖几处玩耍的地方 李平二听到这话 从床后搬出个箱子来 里面装着四十斤盛香 两罐子水银等等值钱玩意儿 让西门庆便卖成银子盖房用 紧接着他对西门庆说 你回到家 好歹对吴月娘说说 我情愿做个妹妹 随便做地己房都行 我只是舍不得你 说着说着 眼泪就纷纷落了下来 西门庆慌张的 边给他擦了边说 你的情意我最知道 等你这边扶桑完毕 我那边房子盖好 不然娶你过去没有房住 李平二听到西门庆说 要娶自己过门 那自然是笑得合不拢腿 还特意夸了潘金莲一通 说希望自己的屋子 可以挨着潘金莲的屋子 第二天 西门庆就跑到潘金莲那里 告诉他说 自己想娶李平二过门 准备把屋子安排在他旁边 潘金莲呢 则回答道 自古船多不爱港 车多不爱路 我巴不得他来了和我作伴 倒只怕人心不似奴性 你还问生大姐姐去 让西门庆去征求一下吴月娘的意见 咱们都知道 李平二是西门庆结拜兄弟的老婆 现在又占了人家的房子 而且还扶桑未满 这吴月娘当然不会同意啊 不过啊 现如今阻碍西门庆的 可不只是吴月娘了 一场可能危及生命的变故 正在悄然来临 一日西门庆的女儿和女婿 突然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来到家中 从女婿陈金记的口中得知 原来啊 是京城的杨提督出了事 圣旨下来要把他送牢问罪 齐门下的亲族庸人都要发配充君 咱之前提到过 西门庆的女婿陈家 正是杨提督的亲家 一来二去 西门庆也和杨提督沾了亲 他指不定就在那发配充君的名单里 西门庆得知这个消息 那是金笋六叶连肝 虎坏三毛七孔星啊 又想起自己平日里作恶多端 生怕有仇价从中作梗 让自己身家不保 于是连忙停止盖房 大门紧闭 再不接客 生怕多出事端 同时又派来宝来望俩人 带着金银细软连夜上京城打听消息 上下打点 自然就把娶李贫二的事情 忘到了九霄云外 咱先说李贫二这边 这夫人见西门庆好几天都不来看看 让下人去西门府却发现大门紧闭 李贫二判不来西门庆 那是日思夜想茶饭顿见 精神恍惚 逐渐面黄肌瘦 我闯不起 情急之下 让佣人请了医生来看看 这个医生啊 叫蒋竹山 见到李贫二时候 不知觉就动了鲫鱼之心 看上了这夫人 在蒋竹山得知 他已经和西门庆定了亲事后 便对李贫二说 苦哉苦哉 你好端端的姑娘怎么会嫁给他 谁不知道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 坑妇女的领袖 更何况 最近他受到庆家那边牵连 八成是要被抄家的把势 你嫁给他做什么 观众老爷们您瞧瞧 这可真叫个失败奴妻主 实摔鬼弄人啊 如果西门庆没有受到牵连 让这蒋竹山吃一顿鸡毛 也没胆子敢勾搭李贫二 只是这夫人啊 还真就被蒋竹山给唬住了 随后这医生干脆跪倒在地毛遂自荐 想与李贫二洗劫连理 李贫二呢 思来想去 觉得自己前日大病一场 险些丧命 现如今把他招进家里来 又有何不可呢 于是决定让蒋竹山入门为坠 还给了他三百两白银 打开两间门面 开了一家神药铺子维持神迹 这边暂且不提 咱再把目光放回西门府内 不久后 来宝来望俩人从京城赶了回来 向西门庆一五一十的 汇报了来龙去脉 原来啊 西门庆的名字 还真就赫然写在那发配充军的名单上 不过他用来走人情的东西 可是五百弹粮食 外加五百两白银啊 京城的达官贵人一想 西门庆和阳提督 不过就是稍微沾点情 更何况用这么多金银锡软 就买一个名字 的确划算啊 于是提笔 就把西门庆改成了贾庆 让他就此逃过一街 过了两日 西门府重新大门敞开 花园房子照旧还盖 人也渐渐出来走动 尴尬的是 李贫尔还不知道西门庆安然无恙 西门庆也还不知道李贫尔招赘嫁人 一日 小思戴安路过李贫尔家门口 看到他家开着铺面在卖生药 以为是这妇人搭伙做了生意 西门庆得知后啊 半信不信 还向印伯爵他们解释说啊 婚期推迟了 婚礼当天定请他们喝酒 可想而知 当西门庆了解到真相后 那必然是火冒三丈啊 对着潘金莲的面痛骂 李贫尔道 这淫妇撇了我 嫁给皇亲国戚也就算了 嫁给蒋竹山那么个穷酸玩意儿 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甚至还敢当着我的面 开生药铺子抢我生意 潘金莲呢 看着西门庆正在气头上 能不抓紧机会调拨一下吗 直接回答道 亏你还有脸在这说 我当初可是对李贫尔欢迎至极 是你要听从吴月娘的话 才让到手的鸭子飞了 你自己做的决定 还想抱怨哪一个 西门庆一听 心中又冲出了一股火气 之后和吴月娘见面 一句话也不说 咱之前提到过 让西门庆去问吴月娘的意见 这主意可是潘金莲自己出的呀 可见这妇人的心机有多深 至于西门庆呢 她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 受蒋竹山的窝囊起 一日她安排了两个本地的恶霸 让他们故意去找蒋竹山的茶 要说这俩人啊 还真是个人才 进了蒋竹山的药材铺 先是对着牛黄要狗黄 对着狗起要牛起 后是拿出伪造的借条 说蒋竹山欠他们三十两银子 这一来二去啊 就闹到了衙门 咱们谁不知道 衙门那可是西门庆的地盘啊 早安顿好提醒大人 打了那蒋竹山三十大半 还勒令他马上还钱 蒋竹山实在是被打怕了 只能抱着屁股咧着腿 回到家向李平儿借钱 这夫人本就开始嫌弃蒋竹山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把他赶出家门 之后便又思想起西门庆来 但是出了这档子事 他还怎么敢当面去找 于是就拜托戴安去传个话 这西门庆呢 对他还稍微有点旧情 也就随便挑个日子 安排了一顶轿子去抬李平儿 可这轿子停在西门庆家门口 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去迎接 还是梦雨楼慌慌张张的 让吴月娘去接 可这吴月娘还在和西门庆怄气呀 生气的起因还就是这李平儿 不过纠结了半天后 最终吴月娘还是把他接了回来 按理说 新婚当晚西门庆应该去李平儿屋里过夜 可他也还在气头上啊 接连两三天都不往李平儿屋里走动 可怜的妇人回想起前前后后受的委屈 一时想不开就要悬梁自艺 多亏丫鬟发现得及时 连同春梅一起这才解救下来 西门庆听说后越发的气愤 拿着鞭子就往李平儿屋里走 进门把鞭子往桌子上一丢 就对李平儿说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人上吊 你今天就在我面前上个吊给我开开眼 李平儿被吓得发抖 只管一只酷 把西门庆吵得是越发焦躁 连着抽的挤鞭子 这画面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 西门庆当初打潘金莲也是这么个情形 打完后就心软了 这次也一样 怒气一散 西门庆也就没那么咄咄逼人了 开始缓和的问话 只见西门庆说道 你过来我问你 我和蒋竹山谁抢 李平儿当然是要一个劲的去吹捧了 回答道 天哪天哪 他拿什么来比你啊 你是个天 他是块砖 你在33天之上 他在99地之下 休说你仗义书才 敲尽机遇 零压力 是穿锣着锦行三作五 这等人上之人 你每日吃用的稀奇之物 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见过呢 他拿什么来和你比 你是依我的药一般 一斤你手 教我没日没夜的指示想你 西门庆一听啊 瞬间欢喜 无尽 一把搂过李平儿 嘴里还盲喊着 哎我的宝贝啊 你说的真对 于是俩人一夜明恩仇 相遇枕戒 于床上不知东方知己拜 然而 西门庆家里的事儿 可不止这些明面上的 背地里潘金莲 早早就和女婿陈进记 开始眉目传情了 有一次 陈进记眼看四下没人 搂着潘金莲 就准备亲个嘴 幸好被孟玉楼发现 假装找潘金莲有事儿 这才支开了陈进记 那么这俩人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呢 西门庆的欲望准心 下一次又会瞄在谁身上呢 满足欲望的同时 又会让多少人步入绝境呢 上回咱说到 西门庆娶了李平儿过门 做了第六房老婆 这俩人之前虽然有矛盾隔阂 不过最终也是新婚艳儿 如胶似漆 西门庆一连在李平儿房里 歇了好几个晚上 想必观众老爷们也能猜得出来 每到这种时候 潘金莲就又要开始作妖了 只见这夫人一边对着李平儿说 吴月娘眼里容不下人 不然最开始 她就不会阻拦娶你进门 另一边呢 又对着吴月娘指责李平儿 哪里哪里不好 加深她的反感 本来啊 吴月娘越是反感李平儿 就越是会气愤西门庆娶她进门 可真当夫妻之间真情流露的时候 这些小人的挑不离间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一日西门庆半夜从沟篮里回来 在门口听到吴月娘正在焚香祈祷 西门庆悄悄偷听到她祈求着说 小女无事 作配西门 奈何丈夫留恋青楼 终年无子 妻妾六人 巨无所出 因此 祈祷保佑儿父可以早早回心 气阙繁华 齐心家事 不拘我们妻妾六人之中 早见子嗣 这正是小女的夙愿 西门庆听到这些话 一时惭愧 知道了是自己错怪了吴月娘 也知道了她一片心都是为自己好 于是就和吴月娘宾视了前嫌 也下定决心再不踏进沟篮半部 但是 对于西门庆来说 沟篮里有的不过只是明摆着的青楼 然而在背地里 只要有欲望 哪里又不能是青楼呢 一日 吴月娘给家中一个名叫来望儿的小厮 新娶了个媳妇 这个新娘本名叫宋金莲 因为和潘金莲崇了名字 就被改为了宋惠莲 要说和潘金莲重复的 也不只是名字这么简单 他俩的行为举止也很相似 这个宋惠莲也是个朝汉子的班头 坏加分的领袖 经常是 血以门而立 人来侧目随 脱腮病咬指 无故整衣伤 坐立随咬腿 无人唱曲的夜 这妇人在西门府待了一个多月 每天就钻研西门庆的六个老婆 如何打扮 然后照猫画虎的在自己身上 整个低配版 之后每天来来回回 在西门庆面前端茶地水 所以慢慢也就被看在了眼里 于是西门庆就使了条计策 让宋惠莲的丈夫来往而去一趟杭州 为京城的菜太师准备生日礼物 这往返一趟可起码得半年之久 自然也让俩人有了机会勾搭在一起 有一天 西门庆在外面喝了些酒后准备回家 走到大门口正好赶着宋惠莲也要出门 这西门庆看着周围没人 顺势就一把搂过妇人来亲了个嘴 嘴里还尼尼喃喃的说道 我的宝儿 你若依了我 衣服首饰随你挑 这宋惠莲呢 一句话没说 推开手就接着往前走 不过啊 之后西门庆安排丫鬟给他送去一匹蓝筹断 还邀约晚上去花园里的藏春洞里 一起锻炼身体 当晚西门庆回家后 如愿以偿的和宋惠莲亲亲我我 这藏春洞啊 其实就是花园里假山的山洞 里面寒冷潮湿也毫无趣味 所以一般人不会留意那里 不过咱都知道 潘金莲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当天他正在和梦浴楼下棋 西门庆刚进家门的时候 就有线人来报告 所以藏春洞里的那些勾当也瞒不过他 不过潘金莲知道后 只是和西门庆叫喊了几句 并没有到处辱骂宋惠莲 毕竟和西门庆有染的下人又不止一个 春梅也是这样 现在反而成了潘金莲的得力助手 这宋惠莲啊 说不定也能为他所用 可惜啊 宋惠莲也只是个无法对抗虚荣心的普通人 他在受到西门庆宠爱后 那是日益招摇 能显露的就显露 能张扬的就张扬 而且经常和众人打嘴饭魂 全无忌惮 马上就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一日宋惠莲走到藏春洞门口 心里想着西门庆可能还没来 于是只把门虚掩着 没有上锁 没想到啊 西门庆早都在里面脱了衣服摆好姿势了 俩人一见面就开始高歌猛进 欲罢不能 哪还记得门没上锁 另一边的潘金莲打听到他俩已经入了港 于是轻移脚步悄悄走到门口 听他俩私下说些什么话 听到宋惠莲向西门庆要这要那 潘金莲并没有什么反应 听到宋惠莲炫耀他自己的小脚 潘金莲直呼好骚 听到宋惠莲说 那潘五娘平时嚣张跋扈 原来也只是个露水夫妻二手货 这下可把潘金莲气得胳膊发软 正当要冲进去教训宋惠莲的时候 突然一丝理智涌上心头 潘金莲心里琢磨 现在冲进去教训起来 如果西门庆大发脾气 这样反倒给了宋惠莲嚣张的机会 但是如果此刻隐忍下来 到明天他俩肯定咬死不承认 思来想去 潘金莲拔下一只自己独有的发簪 把门从外面插上 这样留下个印记 也好让宋惠莲担心坚勤泄露 让他忌惮自己 果然啊 第二天 俩人发现那是潘金莲的发簪后 宋惠莲每天就待在潘金莲房里 给他端茶送水 打沉一会儿 时刻抱着潘五娘的大腿 正是颠狂柳絮随风舞 轻薄桃花顺水流啊 不过咱之前提到过 宋惠莲和潘金莲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其中非常重要的共同点 就是他俩都野心勃勃 所以这两个争夺猎物的人 只会伺机而动 绝不可能和睦相处 也就在元宵佳节之际 宋惠莲等来了自己反扑的筹码 这一日 天上元宵 人间灯西 西门镜 何家欢乐饮酒 屋内只留几个丫鬟 吹拉弹唱和倒酒端饭 这宋惠莲作为小丝的媳妇 自然是进不了屋内 但是这妇人心气高啊 不让进屋 那就坐在窗户外的走廊上 嗑瓜子 能离他们近一点就近一点 这瓜子嗑着嗑着 还真让他嗑出东西来了 窗外的宋惠莲 看着屋内的人们 把酒烟欢 突然发现 潘金莲在给女婿 陈静记倒酒的时候啊 偷偷在他手背上 捏了一下 陈静记瞬间色向外露 又悄悄踢了 潘金莲的小脚一下 这俩人没来远去 自然而然的 就成了宋惠莲 握在手里的把柄 咱们讲 互抓对方把柄的两个人 哪会有什么情义 都是各怀鬼胎 恨不得有机会 可以借刀杀人 于是啊 潘金莲和宋惠莲 这俩人之间的斗争 从来往而 回到西门府的那一刻起 就逐渐拉开了序幕 来往而出差回来后 从孙雪儿口中 听说了西门庆 如何勾搭自己的老婆 还添油加醋的 说潘金莲如何做劳保 帮助他俩 还有宋惠莲 平日里有多猖狂 得罪了多少人 等等等等 可怜的来往而 知道一切后 是敢怒不敢言啊 直到有一次 喝醉了没忍住 才把自己的愤怒 释放了出来 大声怒喊道 西门庆 你休要撞到我手里 我教你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再连带着潘加纳 淫妇一起 破这一命寡 便把皇帝打 这来往而只知道破口大骂 没房住隔墙有耳 正好被同为西门府的小厮 来兴尔听了个遍 这个来兴尔本来在西门府中 负责买办食物 还能捞个钱花 自从宋惠莲和西门庆 纠缠在一起 就把他的买办给夺了 交给来往而来管理 所以这来兴尔本就记恨来往而 听到这等口出狂言 他自然马不停蹄地 就跑去告诉了潘金莲 西门庆从潘金莲的嘴里得知后 心中大怒 叫来了几个小次质问 结果不仅证实了来往而口出狂言 还听说是孙雪鹅透露的消息 于是西门庆就先打了孙雪鹅一顿撒撒气 之后私下又叫来了宋惠莲 只见宋惠莲对来往而心中有愧 自然想保他一保 于是款款说道 来兴尔那是因为被夺了买办这条赚钱的路子 怀恨在心 所以才凭空捏造 血口喷人 大官人万不可轻易相信 如果实在惦记 大可让他远走他乡去做生意 休要放在家里 他出去了 我和大官人也方便些 西门庆一听满心欢喜 当即决定要派来往而去给京城的内阁蔡太师送礼 来往而知道后也是心中大喜 毕竟给太师这样全请天下的人送礼 他们给的小费都够花个好几年了 什么媳妇 什么尊严 爱咋咋地 可盘金莲听说后那肯定是一万个不答应 又叫来西门庆对他说道 就算不提你贪图来往而的老婆 你打发他去外边也不好 他本就记恨你 路上带着东西跑了你怎么办 留他在家里也不好 千房万房也怕有疏漏 不如把他撵出家门 这样你也不用担心 宋惠莲才能死心塌地 这一席话说出来 西门庆如罪方醒 瞬间变卦 改换别人去京城送礼 可这宋惠莲也是一万个不答应 找到西门庆一番言语过后 给来往而找了个深意做 第二天 只见西门庆拿着六包银子 总计三百两百银 全部送给来往而 让他开个酒店 每月拿点利息来孝敬自己 来往而连忙趴下 捣算一般的科技投来 到了半夜 他在梦里依旧欣喜着天降的横财 这时突然 门外有人大喊抓贼 宋惠莲赶忙叫醒来往而 来往而更是化身猛男 提着棍子就要冲出去抓贼 宋惠莲提醒他 只要看个动静就好 不要轻易冲上去 来往而却回答道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家中有贼 岂能不管 说完就尽职冲了出去 来往而冲进后院 只见从黑影中 飞出一把板凳 把它砸倒 又听叮铃一声 一把刀子落在旁边 左右闪出五六个小丝 边喊捉贼 边把来往而摁倒在地 不由分说的几棍子打到屋里 跪倒在西门庆面前 来兴尔又把刀子摆出来 声称人赃并货 任凭来往而喊怨 根本无人搭理 西门庆怒骂 他是恩将仇报的畜生 让人压着他 回到房中 把那六包银子取来 可从来往而屋里 拿出银子后 放在西门庆面前的 六包银子中 只有一包是真的白银 剩下的五包 全都是些破烂金属 来往而心中的冤屈 已经顶在了猴头 只能一个劲的叹气 西门庆更是一指诉状 写明他醉酒 迟到 侍主未遂 抵患银两三大罪状 让来心而作证人 要把他送到提刑院问罪 宋慧莲知道后 放声大哭 生死历劫的质问 他本是要去捉贼 为何把他当成贼人捉了 接着 用最委屈的姿势 说着最吭枪的话 跪倒在西门庆面前的 宋慧莲哭嚎着说道 此事你干的银身 嫩埋活人 也要天理 西门庆怎会把这种话 听在耳朵里 第二天照样安排 小四大案给提刑院送了东西 下提刑与贺钱户 二人收了礼 承诺定会严惩 可怜的这来望儿 最后的护身符 就是实话实说 只怪事风日下 指责恶人的真话 只会让自己最佳一等 来望儿 在审判是非的朝堂之上 把西门庆 如何偷自己的老婆诉说了一遍 却反被下提刑 扣上的污蔑诽谤 七星被煮的帽子 随后几十棍子打在身上 直到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才戴下去收尖 自从来望儿被捉去后 这宋慧莲是头也不竖 脸也不洗 茶饭不吃 只是闭门哭泣 西门庆见了一时心疼 对宋慧莲说道 我看你的面子 写了文书对官府说 也不曾答他一下 一两日放他出来 我还让他做买卖 这妇人听到后啊 马上对西门庆是百般贴脸 无尽讨好 之后也开始化点淡妆 出来走动 与人谈话之间 难免走漏了风声 潘敬连听说后 自然又不乐意了 私下和西门庆说道 你怎么就只听 那奴才淫妇的话 你一直以来 都是砂糖伴着蜜的宠他 人家到头来 不也只心疼自己的男人 与你何干 就这种让街坊邻居 笑话的事 你也真能做得出来 潘敬连几句话 就又让西门庆变了心 一不做二不休 就要结果了莱旺尔 多亏有个善良的先生帮助 最终给他判了个姐弟原集 宋慧廉知道这事后 对莱旺尔的愧疚 长到了顶点 对西门庆的憎恨 也涌上了心头 只是他一个弱女子 实在无可奈何 大哭一唱后 悬梁自艺 幸好隔壁的人 听到宋慧廉房中 没了哭声 出来查看 才及时救了下来 之后 西门庆更是安排了一堆人 去陪宋慧廉聊聊天 散散心 只是这些都让潘敬良看在眼里 于是记上心头 教唆孙雪娥 去和宋慧廉 没来由的大吵了一架 本就对生活无望的宋慧廉 实在忍气不过 安安静静的 再一次选择了悬梁自艺 想念二十五岁 果然世间好物不见老 彩云一散流离碎 香魂渺渺富旺台 心眼明明横地下 然而 面对宋慧廉的死 西门庆哪来什么伤感 只是说了一句 好一个没福气的人儿 之后便让下人打点官府 借口是宋慧廉 丢失了家里的东西 害怕家住责罚 才选择了自艺 最后潦草地把他火化 宋慧廉的父亲 想为自己的女儿申冤 结果也被扣上了 敲诈勒索的帽子 挨了一顿打后 不久乌乎挨栽了 至于西门庆 他还在自家花园的葡萄架下 与潘敬良翻云覆雨 又请算命先生来窥探时韵 六房太太李贫儿更是有了身孕 让西门庆喜出望外 好运还不止这些 就在李贫儿怀胎十月 顺利生下一个男童的时候 西门庆派遣去给金城 蔡太师送礼的小厮 回到家中 将一份朝廷的任命书 递给西门庆 原来是他送的礼物 让蔡太师格外欢喜 当即让他做了 山东提行院的父亲户 五品官之 西门庆自然是欢从鹅角眉间处 喜相塞边笑脸生 为了庆祝自己做了官 就把李贫儿刚生出来的孩子 起名叫官哥 西门庆喜得柜子 谁来不仁祝贺 西门庆官路临门 谁人不来屈腹 常言道 时来谁不来 时不来谁来 正所谓 时来顽铁有光辉 运退真金无颜色 西门庆自然是一边 长久的住在李贫儿屋内 享受有儿子的幸福 一边四处结交 感受达官贵人的快乐 那么失宠了的潘金莲 又会做出什么事情 官职再生的西门庆 又是怎样的人情世故 新的肉欲背后 又是什么样的人性裸露呢 上回咱们说到 西门庆喜得柜子 加官进爵 清河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纷纷前来祝贺 这使得他手中的权力与财富 掩盖了他作恶多端的一面 正所谓家父自然身贵 逢人必让居先 贫寒感养上官连 彼此都看前面 不知心肺在心田 只靠眼前之鉴 咱再接着故事啊 说印伯爵 他本来就是靠着西门庆吃饭 现在西门庆做了官 印伯爵正好能利用这一点来连财 不过啊 他利用西门庆的方式 是让自己也可以被西门庆利用 比如这一天 印伯爵介绍了一位湖州商人 此人手里堆着 进价500辆银子的融线 这印伯爵 先是自己砍价 砍到450辆 让西门庆的利润空间更大 然后才从商人手里 吃了30辆白银的回扣 之后西门庆呢 也就找人合伙 开了一家融线铺子 这个店铺伙计 也是由印伯爵介绍的 名叫韩道国 此人自从沾上了西门庆的生意 就开始到处捶牛 说自己有多么重要 他先是对朋友说 自己掌管西门庆 上万两白银的财产 监督好几家商铺 备受重用 当有老实人质疑 他明明只管理一家融线铺子的时候 韩道国就回答道 你们有所不知啊 融线铺子只是表面而已 现在西门庆大小买卖 出入账本都是我来算 西门庆对我是言听计从 如果没有我 他什么都干不了 甚至都吃不下饭 要说这韩道国啊 也和普通人一样 只会把好事放大一百倍 来说给别人听 至于家里那些破烂事 却半个字都不会透露 他家里有一个老婆 一个女儿 老婆名叫王六儿 常年和韩道国的弟弟 韩二有私情 有一天啊 韩道国在铺子里忙活 晚上不回家 当天韩二就来找王六儿玩耍 这一幕 恰巧被几个单身汉看到 于是他们就翻墙进去 想要偷窥 等到俩人黑黑到一半的时候 这几个人突然一起冲进门 先把他们的衣服都抢过来 然后把光溜溜的俩人捆在一起 准备第二天去报官 书嫂通奸这种破坏 刚常礼教的事情 在当时那少说都是要上绞刑的死罪啊 而管理刑罚的人 正是那刚刚上任提刑院付签户的西门庆 所以韩道国知道这件事情后 马不停蹄地跑去找印伯爵 希望他能出面 让西门庆放了王六儿和韩二 可能会有朋友纳闷啊 这韩道国不是就在西门庆手底下做生意吗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找西门庆 而是要让印伯爵当中间人呢 其实啊 咱们只要代入一下现实生活就可以理解 在人情社会里找人帮忙 那自然不能空手过去 但是西门庆可是当地的巨富 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韩道国这种小人物能掏出来的东西啊 西门庆肯定不会放在眼里 但是印伯爵就不一样了 十几两银子他就愿意帮忙 而且他也的确能和西门庆说上话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从韩道国到印伯爵再到西门庆 这就是一条利益链 以西门庆为中心 还有无数个印伯爵和韩道国 这就是一张利益王 但是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西门庆他并不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啊 比如韩道国这事 明明就是证据确凿的疏扫通奸 西门庆肯定不至于为了一个小人物 而颠倒黑白惹祸上身 这时候中间人的作用就出来了 只见这印伯爵张口对西门庆胡说道 韩道国整日忙于生意 经常不回家 街坊里正好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 没事就去骚扰韩道国的老婆 韩二知道后气不过 去为哥嫂打抱不平 没想到反被打了个臭死 还遭了诬陷 这事啊 在印伯爵的嘴里彻底黑白颠倒了 现在西门庆再去处理这件事 就变成了伸张正义 最终这几个作死的单身汉 自然是被西门庆暴打一顿 关进大牢 接下来有意思的事啊 就又来了 这几个单身汉的家里人知道后 也四处筹钱送礼 托人情找关系 一来二去也找到了印伯爵 咱们想 印伯爵先是替韩道国出面 把单身汉关进了大牢 现在又要替单身汉出面 把他们放出来 这不是互相冲突吗 按理说啊 这个事情办不了 不过这印伯爵另辟蹊径 还真把两头的钱都赚了 他先是舍出一部分银子 找到贴身的书童 可这书童啊 毕竟只是个小丝 西门庆哪会听他的话 所以书童又舍出一部分银子 买了吃喝去找李平二 咱们知道 李平二不久前刚生了个儿子 自那以后 他就开始担心西门庆一家子 作恶多端会让孩子遭报应 所以一直在想方设法的 给孩子积德 于是也就答应了这件事 最终啊 单身汉们继续生活 韩道国啊 继续做生意 王六儿和韩二 也没有受到惩罚 好像一切都和之前的生活 没什么变化 只是这人情 金钱 权力 却已经在背地里 悄悄转了好几圈了 而且印伯爵 给西门庆介绍的小弟 可不止韩道国一人 还有什么秀才啊 小丝啊 前前后后有四五个人 这些人 不仅变成了西门庆的小弟 而且也变成了印伯爵的客户 他们遇到麻烦 却不敢找西门庆的时候啊 印伯爵就能顺手捞一笔 除此之外 这些人也是印伯爵的眼线 如果平时聊天 从他们口中得知 西门庆遇到了大麻烦 自己就可以提前断了联系 明哲保身 当然了 西门庆并不是宇宙的尽头 他也有当小弟的时候 就在韩道国的事情结束不久后 西门庆收到了一封来自京城的书信 写信的人是京城蔡太师的管家 翟谦 他在信中就提到了两件事 一是有一个刚刚考中状元的穷酸书生 要路过清河县 让西门庆招待一下 再给他点银两作为路费 二是帮翟谦找个小老婆 延续香火 不用多说啊 收到信后的西门庆 自然是尽心竭力的去办 毕竟在这条利益链中 西门庆只是最底层的人 管家翟谦是中间人 京城的蔡太师才是上流人物 这边暂且不提 咱先从这个穷酸的状元郎说起 此人姓蔡 虽然中了状元 但还没有正式上班 所以他依旧还是身无分文的穷酸书生样 西门庆见到蔡状元后啊 那是从头到尾都用最权户的服务来招待 包括送见面礼 好酒好菜 歌迹赔偿等等等等 但是西门庆就是唯独不提 给他路费之事 当然啊 这绝对不是小气舍不得 而是他心里正在盘算着 要把这笔钱花出最大的价值 当天晚上俩人下棋饮酒 蔡状元突然悄悄对西门庆说 在下回乡路费缺少 话还没说完 西门庆就打断说道 不劳先生吩咐 宅管家遵命 我一定谨记 话说完之后 西门庆依旧没有掏出银两 而是带着蔡状元到了住处 直到第二天 在蔡状元临行前的离别宴会上 西门庆直接拿出了金段一端 领卷二端 何香五百 白金一百两 单说这一百两白金 就已经是普通人家 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财富了 剩下的布料 何香 更是连蔡状元之后的 行头也都包办了 那么为什么说这样 才能把钱花出最大的价值呢 咱们细想 蔡状元好歹也是堂堂状元郎 论地位要比西门庆高了 不知道多少 但是他现在还只是个 涉事未深的穷酸状元 这样就给了西门庆 拿捏他的机会 咱们试想一下 如果是西门庆一见面 就主动把银两送上 那这样很明显 就是西门庆在下 蔡状元在上 是西门庆想要巴结蔡状元 如果这样的话 那到最后 西门庆在蔡状元心里 无非就是鳄鱼奋城的人堆里 有一个出手阔绰的讨好者 但是西门庆硬等到了蔡状元主动开口 那这样就会变成西门庆在上 蔡状元在下 是蔡状元有求于西门庆 这样的话 到最后 西门庆在蔡状元的心里 那可就是血中送炭 在穷苦之时帮助过自己的贵人 而且西门庆等到最后一刻 才把银两拿出来 此时的蔡状元心里 那已经是焦虑到了顶点 可能还在发愁 如果西门庆不给钱 自己要怎么回家 因此这一百两白金出现时候的威慑力 在蔡状元心中已经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一百两白金 不仅买到的是蔡状元对金钱的第一次震撼 还买到了蔡状元铭记于心的感恩 最终蔡状元与西门庆告别之时 感激涕零地留下了这句话 不日回京 躺得寸进 自当图报 两件事算是完了一件 紧接着就是要帮翟倩找个老婆 西门庆在媒婆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个姑娘 名叫韩爱姐 说来也巧 此人正是西门庆的手下 韩道国和王六儿的亲生女儿 俩人一听女儿可以嫁给京城的大户人家 而且嫁妆路费等一切开销都由西门庆承担 早乐的开了花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啊 这西门庆可是公事私事双管齐下 他在王六儿家见韩爱姐的时候 那是目不转睛的直勾勾盯着王六儿看 只见这夫人两弯梅化远山 已对眼如秋水 弹口轻开勾引得疯狂叠乱 仙妖拘束暗带着月异风轻 西门庆见了 那是新妖目荡不能定制 哪还管什么翟倩的韩爱姐 只顾想着怎么勾搭王六儿 没过几天 西门庆就委托没人去暗示王六儿 咱之前也提到过 这夫人本就是个偷换的好手 现在西门大官人主动出击 王六儿开心还来不及 之后等西门庆到了他家 只见这俩人 出战时短枪乱刺 力剑为银 刺后来双炮齐供盾牌夹凑 男儿气急 使枪只去扎心窝 宇帅新王开口要来吞山河 一个使双炮的往来攻打内当兵 一个轮盾牌的上下加银齐下将 战良久 蒙龙心眼 斗多时款百千妖 齐高落马 须鱼揉踏肉为泥 温锦装带 轻刻跌翻身见体 西门庆还是老样子 悉心厌旧 一连好几天安排韩道国在店铺里忙活 自己跑去和王六儿偷欢 其实他大可不必这么麻烦 那王六儿早早就把西门庆勾搭之事 告诉了韩道国 他俩本就没有把这件事 往什么钢厂礼教上去想 只惦记着讨好西门庆就能赚到钱 所以这韩道国就直接对王六儿说 他若来时 你休要怠慢了他 凡事奋尘他些 如今好不容易有个赚钱的路子嘛 一来二去 西门庆倒是可以畅通无阻的快活 可家里那受得冷落的潘金莲 还在把气撒在无辜的李平二身上 咱之前提到过 李平二错把潘金莲当成姐妹 主动想让俩人住得近一点 现在可好 反倒方便了潘金莲作妖 有一天 李平二刚把自己的儿子 官哥哄得睡着了 潘金莲就在另一边 打自己的丫鬟秋菊 把秋菊打得那是杀猪一般叫喊 官哥马上就被吓醒了 也跟着哭了起来 李平二情急之下 让丫鬟对潘金莲说别再打了 至于潘金莲呢 不仅没有停下 反倒打得更起劲了 嘴里还大声骂道 我是什么性格 你越叫 我越打 莫不天下的路都是你家的 人家打丫鬟也来看着 李平二听到潘金莲 这是在说自己 瞬间两只手都气得发冷 不过毕竟孩子在身边 也害怕毒服惦记 李平二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于是一边捂着官哥的耳朵 一边忍不住流下泪来 等到西门庆回家 李平二也完全不提起这件事 只是竭尽所能的 让西门庆去潘金莲的房里过夜 不久后的西门庆呢 依然是接连走运 先是穷酸书生蔡壮远 再次路过清河县 只不过这一次他摇身一变 变成了专管盐引的蔡御史 结伴同行的 还有新上任的 西门庆的顶头上司宋御史 两位大人前来 那西门庆必然是大搞特搞 用极致奢华的方式 招待两位御史大人 前后花了足足有上千两白银 当然了 西门庆所收到的回馈 远不值这一点钱 蔡御史可以让西门庆 比其他商人 提前一个月拿到实用盐 宋御史作为顶头上司 自然也是可以给他很多照顾 民间也疯狂流传 西门大官人和御史大人 私交甚好的消息 这就是活脱脱一个 风生水起的人生赢家啊 不仅如此 西门庆还意外得到了个好东西 他在寺庙里吃习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周游列国的僧人 西门庆从他手里得到了不少 用来扶养补肾的小药丸 扶下此药后 那是玉山无颓败 丹田也有光 滋肾又扶养 扯也硬如枪啊 那么西门庆吃下药丸后 更加荒淫无度 因此受了冷落的潘金莲 又会施展什么样的恶毒手段呢 逐渐善良的李平二 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这一切的一切 又能剖析出什么样的人性呢 上回咱们说到 西门庆结交了蔡庄园和宋渔氏 靠着这人情往来 又发了几笔横财 除此之外 还从僧人那里得到了不少壮阳小药丸 这可是公事私事两开花啊 只是西门庆在外越是风光无限 那么他家里就越是暗潮涌动 这一天官哥在院子中玩耍 被一只黑猫吓得哇哇大哭 止不住的打冷战 李平二悉心照顾到晚上才算消停下来 这时吴月娘前来看望官哥 在房中听李平二诉苦道 现如今这孩子三两日就要病一场 而且身性胆小 敲锣剃头都能瞎着他 现在又被猫唬住了 别人家的孩子都好养 偏偏官哥就像灯草一样脆弱 吴月娘听到后安慰了李平二一阵子 也就准备回房休息了 刚出门就听到有人在照壁后面说些什么话 于是绕了一圈想去偷听几句 咱们想 没事就死盯着李平二屋子的人 除了潘金莲那也没谁了 只见潘金莲对着孟玉楼说道 吴月娘好没正经 下关心别人的儿子干什么 咱们说穷人有穷气 贱人有贱气 平白奋承李平二干什么 就算官哥长大了 也只会认得自己娘 谁会认得她吴月娘 此话一字一句的被吴月娘听在耳朵里 瞬间怒上心声 狠落牙根 正准备破口大骂 又觉得伤了体面 只能忍耐下来 回到房中后就长须短叹 吴月娘心中暗想 就因为我没有儿子 受人这样懊恼 就算求天败地 我也要求一个儿子来 好好修修这些贼淫妇的臂脸 说来也巧啊 不久后 正赶着京城的蔡太师 马上又要过生日了 西门庆想拜她为义父 于是日夜兼程的 往京城跑了一趟 这一来一回 少说有半个多月 等到西门庆回家后 正赶着李平二身子不舒服 于是就在吴月娘的房里 住了一晚 这俩人呢 可是九汉焚甘霖啊 再加上西门庆 掏出了壮阳小药丸 吴月娘求了一张 保佑生儿子的符咒 在雾里与魔法的双重加持下 天上的一位小精灵正幻化成人间的生命 奔向着万事俱备的夜晚 钻进那吴月娘的腹中 在这之后的几天啊 西门庆一直忙着人情往来 清河县的达官贵人们 听说西门庆又往蔡太师那走了一趟 想必捞了不少好处 分分钱来送礼勤酒 每日都有三盆四有钱来拜访 西门庆呢 慢慢的还真越来越有成功人士的作风了 明面上他变得极少仗势欺人 反而经常仗义输财救人贫难 整个清河县对西门庆那是人人赞叹 一日 印伯爵对西门庆说道 历史中的古人青财好施 到后来子孙满堂 把祖宗姬也翻了几番 西门庆呢 则回答道 钱财那东西是好动不洗劲的 怎肯埋没在一处 也是天生因人用的 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 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咱琢磨琢磨这个对话 印伯爵啊 只是单纯的拍马屁 说西门庆这样乐善好施的行为 会受到老天爷眷顾 而西门庆的回答呢 则是像讲解货币流通一样 满满的经济学原理 可见他也并不是因为慈悲而乐善好施 只是他认识到了货币 只有在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价值 最终西门庆这种乐善好施的行为 不仅收获了当地居民的爱戴 而且他所有的铺面都格外深以兴隆 毕竟谁会拒绝一个为清河县鞠躬尽瘁的良心资本家呢 与此同时就在这全县人都拍西门庆马屁的时候 只有吴月娘站出来劝诫了他几句 吴月娘说道 你有天大的造化 现在又发起善念 广结良缘 这是咱一家的福分 只是你今后 休要再没正经的偷老婆 贪财好色的事也少干几桩 积攒下些应得 也是为了官哥好 西门庆呢则回答道 我今生偷情的 苟合的 都是前身注定因缘部上住民 这辈子兑现承诺来了 又不是我强拉着人家硬要霸展 而且咱就说那西天佛祖 也不过是要满地黄金 因曹地府也要些祭祀供品 谁人不贪财 我只要能伺候好这些天上的神仙 就算强占了嫦娥和奸的织女 也没人能动摇我泼天的富贵 观众老爷们您瞧瞧 西门庆到底还是普通人 肉欲财富权势 这些东西对他还是有无止境的诱惑力 只是辜负了吴月娘一片真心的劝洁 如若西门庆听了吴月娘的话 也不至于落得那个下场 这些咱就之后再提 咱先说潘敬连这一边 这妇人一边惦记着勾搭陈敬记 一边还想着成为西门庆最宠心的宝贝 可惜陈敬记每天在店铺里忙活 家中也人多眼杂 潘敬连没有办法 于是这夫人就死死盯着西门庆 咱们都晓得 潘敬连是在李平儿身下官哥后才失宠的 所以想要重新得宠 那就得先扳倒李平儿母子俩 正好先前 潘敬连在房中养了一只雪狮子猫 此猫浑身雪白 紧背后有一道黑线 名为雪中送炭 潘敬连每天给这只猫吃半斤生肉 调养的十分肥壮 自从官哥被一只黑猫吓得打了一天冷战后 潘敬连就找到了作恶的机会 改变了喂猫的办法 只见这夫人每天寻找僻静的地方 用红布裹着生肉 让猫扑上去撕咬 就这样训练了不知道多久 有一天啊 官哥又生了一场病 好在吃了些药后缓解了不少 于是李平儿为了图个吉利 就给官哥穿上了一身红断布衫 让孩子在院子里玩耍 不料潘敬连的那只大白猫 正蹲在附近 看见官哥身穿红布 在那里一动一动的玩耍 只当作是平时投喂他的肉食一般 瞬间一个猛然起跳 直愣愣的扑向官哥 刹那间 一只动物所有的野性 全部灌入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孩童身上 官哥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 倒咽了一口气后就发不出声来 紧接着 手脚也抽出了起来 奶娘扑上去抱起官哥 白猫还准备再次扑药 被丫鬟打跑到一边 闻讯赶来的李平儿 看到自己的孩子满脸血痕 而且眼睛止不住的往上掉 口里也渐渐伸出白目 李平儿心中瞬间 犹如刀割枪刺一般 忍不住瘫坐在地上 一把搂过官哥 侧脸贴着孩子的小嘴大哭起来 吴月娘也顺着孤身赶来 从丫鬟口中得知是 潘金莲的猫吓坏了官哥 便叫他来问话 谁承想 这毒妇人早有准备 张口就说 我的猫经常在这附近活动 以往怎么不扑它 偏偏今天就扑了起来 常言道 花枝叶下游藏刺 人心怎宝不怀毒 以往不扑官哥的原因 是因为潘金莲那时候 还没有用红布裹着生肉 来训练猫 就这样 潘金莲把自己丧尽天良的恨毒 捆绑在了看似行动随机的猫身上 让自己全身而退 西门庆回到家后 看见抽搐不止的官哥 连忙问李平二是怎么回事 可李平二只顾泪流满面 一句话不说 西门庆去问丫鬟奶娘 他们也不敢置身 直到逼问了吴岳娘 这才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但也仅仅是表面的来龙去脉 西门庆也只是提起猫的脚 抡起来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然而潘金莲依然是安然无恙地躺在房中 之后几天里每个白天都有一身药物 扬威地走进西门府 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每个夜晚 李平二都搂着孩子流泪 西门庆也再不乱跑 除了去衙门办些工事 下班了就跑进李平二房中 只可惜 阎王娇人三根死 岂敢留人到五根 这天傍晚 官哥的眼珠子突然又止不住地往上掉 整个眼睛完全看不到黑色 嘴里的气也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 李平二紧紧抱着孩子嚎啕大哭 西门庆实在不忍心看 走到屋外长须短叹 不过半盏茶的时间 官哥就呜呼哀哉斋起身亡 只活了一年零两个月 何家大小 放生好苦 李平二早已哭到深哑 一时间抓耳挠塞 一头撞在地上昏了过去 昏迷让李平二以为是噩梦一场 可惜苏醒过来后 还是看到了官哥冷冷地躺在床上 李平二瞬间扯着嗓子又止不住地哭了出来 西门庆也不忍悲痛 三两日安排好官哥的官果盯了长命丁 等到了打发阴阳的日子 西门庆担心李平二在坟上悲气过渡 不让他跟随棺材 安排了孙雪恶在家里陪着 李平二眼看着不让自己参加孩子的葬礼 又看着棺材已经被抬出了大门口 瞬间忍不住追赶着破身大汗 一个不小心被门槛半倒趴在地上哭泣 孙雪恶见状 慌慌张张地把李平二扶进屋里 刚进屋 李平二看着空落落的床铺上 还放着官哥玩耍锅的波浪鼓 不禁垂着桌子哭了起来 孙雪恶安慰道 你还青春年少 到明天也不愁再生养一个 只是受奸人所害 全家上下谁不知道有个人最气愤你生了儿子 如果真是这个人害了官哥 他要偿命的 他就是个见到男人在别的屋里睡觉 就生气愤怒的主 咱们都知道孙雪恶口中的人就是潘金莲 可李平二此时哪还顾得上这些 只能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罢了罢了 我也染了一身病 不知还有多少时光 没力气和他争执了 随他去吧 话音刚落 只见奶娘走进屋里 跪倒在地 哭着对李平二说道 我有句话一直不敢说 现如今官哥走了 我一个奶娘没了用 恐怕要被赶出家门 这可要我怎么办 李平二见他这么说 心中又伤痛起来 搀扶着奶娘说道 你放心 虽然孩子没了 可我还活着 断不会让人把你赶出家门 就算我也没了 往后吴月娘生下哥儿小姐来 你就接着做奶娘也是一样的 说实话 真的为李平二感到可惜 就在这天人两隔之际 孙雪恶还在想着借刀杀人 报复潘金莲 奶娘也在想着自己日后的生计 即便全家上下都曾潸然落泪 但心中真正悲痛的却只有李平二一人 至于潘金莲 自从官哥去世后 这妇人那是精神抖擞 百般称快 还对着丫鬟直桑骂怀道 贼淫妇 我还以为你每天都是太阳正当物 感情现在也黄昏了 你是斑就跌了蛋 真不会了 板凳舌了靠背 没得倚了 王婆子卖了墨 推不得了 老宝子死了 妓女没指望了 原来你也会落得和我一般 住在隔壁的李平二 听到这些阴阳怪气的话后 实打实的受了一场重情 再加上对孩子的思念过度 李平二突然就急复发 下体溺血不止 西门庆发现后 不惜代价的请来各路名医 只可惜这些医生 又是要无扬威的进门 垂头丧气的出门 就连求神问补 也都是由凶无击 最开始 李平二还能站着梳头洗脸 自己下床来上厕所 之后渐渐茶饭不思 整个人黄艳艳的 下边依旧流血不止 没过几天 一个花朵般的可疑 人儿瘦弱得不成样子 虚弱到起不了床 站立不住 只能在身下铺些草纸 来勉强生活 李平二还担心别人 进来嫌弃污秽恶臭 让丫鬟在房中整日寻香 西门庆见李平二的胳膊 瘦得如柳条一般 心疼至极 整日守在房中 时不时也戳气一番 衙门中的公事儿也只是隔天走一遭 李平二在这时候 劝说西门庆道 你还是要往衙门中去 只怕误了你公事 我不防事 只是吃下边留的亏 若能止住不留了 再吃下些饮食 感情就没事了 西门庆听到这话 哭着回答道 我不见你身体有好转 实在是舍不下你 说吧 两人就相拥而弃 又过了几天 李平二仿佛感受到了 自己已经无药可救 于是对西门庆说道 奴本来指望在你身边团圆几年 死了也是做福气一场 谁知今年到27岁 先怕孩儿死了 奴又没造化 这般不得命 不久也要抛闪了你去 正说着说着 李平二一把拉住 西门庆的手 两眼落泪 哽咽得哭不出声来 西门庆见状 瞬间悲气不已 安顿下人 向衙门里传话 说自己不去了 李平二急慌慌地打断道 你依我还往衙门里去 宫市要进 谁知我几时要走 可能还早咧 西门庆测过身子回答道 我不在家守你两日 齐心安忍 你把心放开来 不要只管多虑了 我早与你看下副寿墓 冲你一冲 管情病就好了 李平二点点头便说道 也罢也罢 只是你休要信别人 去花大价钱 将就十几两银子 买块木材就好 只要别把我烧化了 就是夫妻之情 切记不可破费 咱家人口众多 往后还要过日子嘞 西门庆不听便吧 听了顿时如刀碗肝胆 见错身心相似 哭号道 你说的是哪里话 我西门庆就是穷死了 也不肯亏负了你 此后不过几天 全家上下都也看得出 李平二怕是卖不过这道坎了 于是吴月娘带着众姐妹 一起前往李平二房中看望 进门后也不再问身体如何了 只是问心里还有什么话想说 李平二无助地说了一句 我好不成了之后 给几位姐妹留了些仁义之言 等到其他人都出去 只留下吴月娘一人在房中之时 李平二拉起吴月娘的手说道 我的好姐姐 到明日你生下孩子 定要好生堪养着 与她爹留个根地 休要似奴一般心粗 吃人暗算了 只这一句话 就赶出吴月娘的心来 之后李平二又把丫鬟和奶娘安顿好 请求不要把他们赶出家门 一时之间众人都潸然落泪 正所谓 唯有感恩并极恨 千年万载不神臣 正在说话之间 西门庆从道观里 请了一位道士前来做法 最终这个道士对西门庆说道 娘子已是祸罪于天 无所道也 本命灯一灭 岂可复旧乎 只在旦夕之间而已了 西门庆听到这话 垂手沉默满眼落泪 道士临心前还吩咐西门庆 今晚官人切记不可往病人房里去 恐祸疾如生 甚之甚之 西门庆心里想 让我休要往房里去 我怎生忍得 宁可我也死了吧 须得厮守着和他说些话 到了晚夕 西门庆就在李平二房里待着 起初还是家常里短 虚寒问暖 到后来 李平二实在忍耐不住 搂着西门庆的脖子 呜呜艳艳地哭了起来 嘴里说道 我的哥哥 奴臣望和你病头相守 谁知奴家命不久矣 我且留几句心里话给你 你家事大 孤身无靠 凡事须斟酌 休要那一时充信 吴月娘那边 你也少要亏了他 他早晚给你生下个根地 此外你又居着官 今后也少要出去吃酒 早些回家 家事要紧 今后比不得有奴在 还早晚劝你 奴若死了 谁肯苦口说你 西门庆听后一阵心疼 丽贫儿又催促道 你睡去吧 已经很晚了 西门庆道 我不睡了 在这屋里守着你 丽贫儿回答 我死还早里 这屋里恶会 熏得你慌 何况你在这里 丫鬟服饰 我也不方便 西门庆不得已 吩咐好丫鬟 仔细照顾丽贫儿后 走到吴月娘房里诉苦 谁承想 西门庆这次卖不出门 卖的竟然是阴阳两变 天人勇哥 李贫儿在夜里不知几十几分 也呜呼哀哉 断起身亡 可惜一个美好家人 却化作了一场梦 丫鬟发现后 慌了手脚 跑去告诉西门庆 西门庆和吴月娘听到恶号 一起跑进房中 掀开被子 只见李贫儿面容不改 体上慰问 脱染而逝 身底下还流着血 西门庆哪里顾得上什么血字 两只手搂着李贫儿 口口声声叫喊 天杀了我西门庆 你在我家里三年光景 一天好日子没过 都是我坑献了你 宁可叫我西门庆死了吧 平白活着做什么 天杀了我西门庆 之后的几天里 西门庆上上下下 都在为李贫儿的葬礼做准备 西门庆也四处搜罗 花费了三百多两白银 买了一副极为罕见的桃花洞棺材 瓷关打开后喷香扑鼻 内外都有花色 入冠之前西门庆还找了一位画师给李贫儿画了一幅肖像作为怀念 等到正是下葬的日子 西门庆又从守备府里要来了五十名巡捕军士 都骑马带工 整装完备 留十人在家看守 其余四十人都跟随出币 衙门里又派了二十名小族开路照看民气 到了坟头 还有二十人守着门管收祭祀 当天 官员是父亲邻朋友送兵队伍车马喧呼田街赛响 前后共有上百顶叫着跟随 因为西门庆膝下五子 便让女婿陈静记作为孝子 跪在灵鹫前摔盆 两边观看的路人也是人善人海 李贫儿就此魂归久孝 西门庆也哽咽在喉 正所谓兔走乌飞西府东 百年光景四逢灯 时人不悟无身理 到此方知色时空啊 到了晚上 西门庆接受不了离别 依旧回到李贫儿房中 想要半林歇宿 当他看到墙上挂着的李贫儿的肖像 还有那整整齐齐的衣服装脸 西门庆大哭不止 到半夜 对着孤灯半窗邪月 翻腹无媚 长须短叹 思想佳人 时不时传出一句 天杀我西门庆 上回咱们说到 李贫儿魂归九霄 西门庆大哭不止 我们实打实的看到了西门庆那真挚的一面 但是啊 他依旧是狗改不了吃屎 也管不住裤装 只见李贫儿去世没几天 西门庆忙着招待来吃席的客人 还有宴请回礼的客人 那是每天都喝个民丁大醉啊 有一天西门庆带着一身酒气 回到李贫儿房中 到夜里睡不着 想要吃茶 叫丫鬟也没人答应 反倒是奶娘递了茶来 奶娘看到西门庆被子的一脚搭了在了地上 就用手把被子扶了起来 不经意间露出那十指春葱白皙皮肤 西门庆看到后啊 一时冲动 搂过来就亲了个嘴 这奶娘也很懂啊 眼睛一闭 任凭百步 当晚俩人自然是颠乱捣粪 奶娘也极尽殷勤 无所不至 把西门庆啊 喜欢得不得了 在这之后啊 奶娘自以为得了宠 于是忍不住 也学着各房太太打扮了起来 向西门庆伸手要东西的时候啊 也是十分得瑟 咱们说 得到了能力所驾驭不住的好处 也不见得会有好果子吃 可这奶娘偏偏就没遭什么贼人陷害 和当初的宋慧莲啊 那是截然不同 这一切啊 都是因为奶娘是李平儿生前的下人 但凡有人敢来欺负 这妇人必然会哭哭啼啼的说什么 哎呀 六娘走了 没人给我们做主了 谁也能来欺负我们一下子 巴拉巴拉的 没办法 毕竟死者伟大 奶娘就这样享受着 所谓的弱势群体所带来的优待 咱再说回西门庆 李平儿的去世的确让她悲伤 不过活着的人也还得继续活着嘛 西门庆也还是要接着做自己的官 赚自己的钱 在人情社会里摸爬滚打 有一天 宋玉士安排下人给西门庆传信 说京城的太尉兼钦差大人要来清河县 让西门庆招待一下 这可是实打实的大人物呢 殷勤当天 全城的达官贵人们都在码头迎接 但凡是武官都穿着戎服甲州 率领各部人马尾随 文官们也是盛装出行 仆人跟随在前往西门府的途中 还有一群人轮流跑到西门庆家 播报说太尉大人走到哪条街哪条路了 可想而知 当天的宴席也必然是豪华中的奢侈 意外中的离谱 应伯爵看到这阵势 忍不住拍马屁的对西门庆说道 这样的宴席 除了西门大官人你家 再没别人家能办得了的了 今天少说也有上千人出入 虽然让哥哥花费了不少银两 但是在咱山东一审也是打出名声去了 这些虽然是应伯爵拍马屁的话 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 宴席太尉大人的这一顿饭 再一次刷新了所有人对西门庆势力范围的认知 西门府也着实成为了各方权贵的中转战 一时之间 西门庆每天都要宴席各方大佬 一日三餐顿顿醉酒 不过在吃饭的过程中 他也是逐渐把自己的金钱兑换成了权利 就此西门府对于达官贵人们来说 那是吃饭的驿站 可对于一些小官小利来说 那就是权利中转战 小人物花钱求西门庆办事 西门庆花钱宴请大佬 大佬们反过来再接受西门庆的委托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前圈流动的闭环 当然啊 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大家在走后门的时候 那都小心翼翼 比如这一天 清河县的都监大人来找西门庆 原来啊 御史大人要向朝廷汇报工作 按照惯例 他会检举弹劾一些地方官员 这个都监大人知道自己平时没干过什么好事 心中害怕被检举 于是就来请求西门庆对御史大人说说好话 并且把二百弹百米作为礼物送给西门庆 古代的一弹呢 可是有一百斤重啊 二百弹百米都足够开一家粮食铺子了 西门庆看到礼物后 张嘴说道 岂有此礼 这个礼物我定然是不能收的 不然我们的交情何在啊 都监大人呢 则回答道 西门大官人不收 也可以转送给御史大人 否则我实在不敢麻烦您 观众老爷们 咱品一品 西门庆说不收礼 那百分百是客套话 他肯定会照单全收 然后拿出一部分来上下打点 值得回味的是都监大人说了一句 你可以转送给御史大人 这句话可就是人情社会的精髓了 送礼的人不仅要考虑送什么 还要考虑如何能让对方收下东西 都监大人对西门庆说 可以把礼物转送给御史大人 明面上就给足了西门庆体面 而且也排解了西门庆的后顾之忧 假如有一天朝廷抓住了御史大人的罪证 顺藤摸瓜找到了西门庆 那他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把锅甩给别人 当然了 这些东西大家可千万不要去学呀 现如今我国的这个法律 已经是很完善的了 要是学出个单肩 学出个手铐 那可不管我的事 咱再说回故事 出了名的西门庆 可不是只在官场商场里日益嚣张 就连在炮场上 那也是更上一层楼 某天有一个勾篮里的歌迹 眼看着自己的魅力 已经无法勾引得了西门庆了 但是又想沾一点大观人的光 于是就牵线搭桥 给他推荐了一个 风情万种的可疑人儿 不用细说 咱也知道 西门庆肯定是得手了 接下来的好几个阅历 西门庆那就是白天宴琴四方 晨天喝个酩酊大醉 晚上吃着壮阳小妖玩翻云覆雨 什么林太太 王六儿 潘金莲 奶娘春梅等等 一个都没有落下 就这种生活节奏 西门庆的身体 那肯定是吃不消的 某天晚上 他照常喝了个烂醉 之后又和王六儿锻炼了身体 然后骑着马 慢悠悠的走在回家路上 当晚有些阴云 昏昏惨惨的月光照在地上 街上静悄悄的 突然从角落里闪出一个黑影 把西门庆胯下的马 吓得仰天长明 西门庆也吓得打了个冷战 醉着酒慌着乱 狠狠抽了马屁股一鞭子 只见这匹马突然狂摇尾巴 一时间收杀不住 飞奔着往西门庆家跑 到了家后 西门庆受了惊吓 脸色惨白 颤颤巍巍的下了马 两条腿已经软得发眠 被几个下人硬身身搀扶着 回到潘金莲房中 西门庆进了房后 软绵绵的摊在床上 一阵疲惫袭来 倒头就昏昏欲睡 咱就是说啊 如果西门庆睡在了别人的床上 那还能安稳的解解法 可偏偏就睡在了这潘金莲的床上 这妇人哪管西门庆困不困 伸手就摸向她的裤裆 虽然感觉到那玩意儿 已经是柔弱绵软 没些硬朗气 可潘金莲啊 还是经不住浴火烧身 银心荡漾 心里着急的不得了 连忙推醒西门庆问她 你那些壮扬小药丸放在哪里了 西门庆带着醉意骂道 贼淫妇 你爹我今天懒得动她 药丸在我袖子里 你今天要是能给我整起来 那是你的造幻 只见潘金莲从她袖子里拿出小药丸 打开盒子后 发现只剩下了三四颗 这妇人害怕只吃一颗 药件不够大 千不该万不该 拿着一壶烧酒 把剩下所有的小药丸 都喂给了西门庆 那西门庆已是烂醉如泥的人 她还晓得个什么 张开嘴就只顾吃了下去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药件就发作起来 西门庆的身子 虽然还是倒下的 但裤裆却蹦了起来 这妇人见状 哪还管她是什么状态 只顾自己把弯 西门庆也任由百步 全部打理 谁能想到 最后西门庆那是狂涌不止 起初还是些正常东西 伺候涌出来的 便都是些血水 潘金莲见状也不敢伸张 硬生生的等到血水 自己止住了 这时候的西门庆 也昏迷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 那是眼前半黑 甚至摇摇晃晃 动不动就要跌倒 吴月娘挺着个大肚子 看到自己男人成了这个样子 当即就要审问潘金莲 不用想 咱们也知道 潘金莲哪敢说 自己给西门庆吃了一堆药的事 只是唐瑟说 昨晚早早就服侍的睡下了 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这样了 西门庆呢 也只是以为自己身子虚弱 没什么大碍 安阳两天就没事了 谁知过了一夜 西门庆的绣花针愣是肿胀成了流星锤 但凡小便就犹如刀子划过一般 这才慌慌张张的病急乱投医 吃了第一个医生的药后 西门庆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连尿都溺不出来 吃了第二个医生的药后 他倒是能尿得出来了 但是却弄得下体再次奔气 昼夜不到 潘金莲到了晚上还不知好歹 照样把玩了一夜 第三个来看病的医生 是和谦户推荐来的 这个和谦户可不是别人 此人正是当初给武大郎验尸的武作 正所谓天道好轮回 西门庆再次吃下药后 浑身疼痛 晚上突然肿胀破裂 流了一滩血水在床上 不仅如此 他还梦到花子虚和武大郎 站在面前来讨债 西门庆心中那是害怕万分 但又不肯说出口 只是叫人来厮守着他过夜 到了这个地步 西门庆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只看吴月娘不在眼前 于是拉起潘金莲的手说 我死后 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 休要失散了 潘金莲也跟着悲气起来 说道 我的好哥哥只怕人家不肯容我 西门庆听到这话 让人叫吴月娘过来 之后哽咽的对吴月娘说道 我死后 等你生下一儿半女 你姐妹们要好生照看着 还要住在一起 休要失散了 惹人看笑话 随后指着潘金莲 接着对吴月娘说道 潘五娘她以前的事 你多担待这些吧 话音刚落 吴月娘忍不住滚瞎泪珠来 放声哭了一场 之后西门庆又把女婿 陈金记叫到眼前 说道 养儿靠儿 无儿靠序 你要发送我入土 扶持之家过日子 紧接着 她又把自己的生意 细致入微的 给陈金记盘算了一遍 每个铺子的本钱 谁人欠他钱 利息是多少 还有什么货物在船上等等等等 大到五万辆白银的铺子 小到五十辆银子的利息 西门庆都一一安顿了个边 就这么硬扛了几天 吴月娘着急忙慌地准备棺材 哪知道棺材还没就位 西门庆就开始 直不住地喘息了起来 与此同时 吴月娘肚众突然一阵脚痛 扶着肚子就瘫坐在地上 丫鬟们察觉出来 吴月娘这是要分娩啊 赶紧请来了洁胜坡 没过多久西门府中传出了一道 清脆爽朗的婴儿啼哭声 就在这声啼哭喊出来的一瞬间 另一边的西门庆正好呜呼哀哉 断气身亡 全家上下一时之鉴 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背 整个清河县也沸沸扬扬地都在讨论 吴月娘生了一个牧生儿子 与老爹同日同时 一头断气 一头出身 也正因为吴月娘的儿子刚出身 就得披麻戴笑 因此给孩子取名为笑歌 以纪念西门庆的在天之灵 西门庆的丧事儿 也就在这样的慌乱之中操办了起来 正所谓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当初李平儿下葬之时 那是轰动了整个清河县 上百名官兵衙役 上百顶轿子跟随 真到了西门庆下葬之时 却仅有老婆家眷们在场 甚是凄凉 原来曾经所有的隆重 只是因为西门庆有权有势 现如今没了好处 大家就都躲到了九霄云外 曾经那最为亲近的印伯爵 一边出资一钱银子 买了些酒水摆在西门庆坟前 另一边却算计着吴月娘 会给一条涓布作为回礼 还能饱餐一顿 这波不亏 二房老婆李娇儿的娘家 听说西门庆没了 赶忙跑来 让李娇儿把能偷摸出来的东西 全部运到家 然后回勾篮里接着做歌迹 还有韩道国 本是跟着西门庆做生意 才发家致富 可他刚从南方进货回来 听说西门庆去世了 马上偷摸便卖了 一千两白银的货物 然后在王六儿的唆使之下 揣紧了自己的腰包 一家子跑到了京城投靠女儿 还有清河县的张二冠 在西门庆去世的那一刻 赶紧就跑到京城里找关系 要顶了西门庆提行签户的职位 顺势之下 印伯爵又赶忙 巴结这位达官贵人 还从西门府里撬走了几个下人 安排在新主子的家里 听说李娇儿回了沟兰 还唆使张二冠 把李娇儿娶回家中做了娘子 最不要脸的还得是潘靖连 这妇人看着西门庆魂归酒校 五月娘也坐了月子 没人管得了她了 一有机会就和陈进记围来远去 只见有一天 潘靖连在楼上给菩萨烧香 正赶着陈进记也上了楼 准备取些药材 俩人正好撞在了一起 这对狗男女眼看四下无人 干脆就搂抱起来 一面退一结代 一面双鸟飞尖 那是不甚筹谋啊 就在此时 潘靖连的贴身丫鬟春梅 正巧也上了楼 刚好碰到这俩人相交甚欢 一推门三个人都傻了 慌乱之中 潘靖连叫住了春梅 对她说 我的好姐姐 这陈进记不是外人 我与她已是情投意合 柴散不开 你休要对别人说 这个春梅也是个聪明的丫头 而且也的确和潘靖连走得近 所以就算潘靖连不说 春梅也不会传出去 可潘靖连却还是一万个不放心 又接着对春梅说 你若是肯替我们两个遮掩 趁着陈进记也在这里 你过来也和她睡一睡 我就信你 你若不肯 那就实在是可怜了我们俩了 只见春梅的小脸 害羞的一红一白 随后就顺着潘靖连 开始宽衣解带 旁边的陈进记 那是开心的合不拢腿 在这之后 潘靖连越发的和春梅打成一家 衣服首饰都随便春梅挑选 所有的事也都和春梅说 把另一个丫鬟邱菊 撇在了一边 春梅呢 也就成了潘靖连和陈进记的得力助手 成天帮他俩忘分 本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谁成像 问题就出在了这个秋菊身上 潘靖连和春梅 老早就喜欢拿秋菊撒气 这个丫鬟自然也是怀恨在心 有一天啊 还真让秋菊看到了陈进记 半夜从潘靖连的房里出来 不过只是看到个背影 不是很敢确定 所以秋菊啊 也没敢直接去告诉吴月娘 而是在厨房里 偷偷讲给了吴月娘的丫鬟小玉 谁成想 这个小玉啊 平时和春梅关系不错 就把这件事 一五一十的又告诉了春梅 结果潘靖连和春梅 一起狠狠地打了秋菊一顿 这秋菊心里肯定气不过啊 于是每天就死盯着 想要抓个现行 主要是潘靖连和陈进记 偷情的频率啊 太快了 没过几天 就又让秋菊逮到了机会 秋菊二话不说 直奔吴月娘房里 没想到啊 这次在外面忘分的春梅 发挥了作用 没让吴月娘逮着 之后俩人啊 又把秋菊打了一顿 又没过多久 秋菊又又逮到了俩人偷情 又又跑到了吴月娘房里告状 吴月娘听到后大怒 张口就骂秋菊 你这个死奴才 还来狂骗我 上次我去抓到什么了 来人给我打 秋菊听到要打他 马不停蹄地跑了出去 就这样一来二去啊 反倒是安逸了潘靖连和陈进记 可这纸啊 终究是包不住火 谁能想到 潘靖连竟然怀孕了 这妇人定然是不敢把孩子生下来 于是让陈进记 买了一副打胎药吃了下去 之后随便把打下来的孩子 就丢进茅厕里 却正好被掏毛粪的人发现了 一时间 清河县就开始流传 潘靖连偷人偷出了孩子 这事没过多久 吴月娘也终于把俩人抓了个现行 试问 这种丑事暴露出来 吴月娘怎么能不气愤 可是她却并没有大发脾气 只是奚落了潘靖连和陈进记一同 的确啊 现在西门庆也去世了 家里没了顶梁柱 吴月娘实在不敢把事情闹大 到时候外面的人都来看笑话 都来欺负 这一家子还如何过日子 吴月娘也只能把给他俩 忘分的春梅处理掉 找了个媒婆 把她变卖了 至于潘靖连 如果换作是别人 可能还真就安安稳稳的待在了西门府 可这妇人以往实在是树敌太多 众人都看不惯她 自然也就有人会跑出去叫唆着把她赶出家门 只见潘靖连的老仇人 四方孙雪娥对吴月娘说道 咱家现在这么多麻烦 还不是因为那个淫妇 当初她是王婆做媒人娶进来的 现在干脆让王婆带回去 变卖了家人 如同狗屎臭尿一般丢出去 至于陈进记 索心打她一顿 之后家里保准啥事没有 吴月娘听了孙雪娥的话 把潘靖连撵了出去 可这潘靖连啊 就算被碾到了王婆家 她依旧是个不安分的人啊 这妇人又把王婆的儿子给勾搭上了 浑然不知的王婆还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 毕竟潘靖连的颜值那可是出了名的高 王婆贪财的性子一上来 对外报价一百两白银 才能取走潘靖连 少一分都不行 观众老爷们你别说 潘靖连还真挺抢手 守备府的周老爷就准备把这妇人取进门 原来啊 是春梅被变卖的时候正好被这位周老爷看中了 买回家不是做丫鬟 而是做了正儿八经的老婆 周老爷对春梅啊 那是万分喜爱 但凡提出来的请求就没有一件不顺从的 春梅听说潘靖连被赶了出来 就让周老爷把这妇人也取进门 让他俩姐妹重聚 只是周老爷觉得一百两银子太贵了 三番五次安排手下来讨价还价 也就僵持了下来 除此之外 最想带走潘靖连的那自然是陈靖迹 但是他也没有一百两银子那么多啊 索性跑回京城老家 找爹妈要钱去了 还有一个要带走潘靖连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打虎英雄武松 当年武松被西门庆陷害 发配充军 现如今赶上了皇帝下旨要大赦天下 武松也能回到清河县里 接着做都头 只见武松对王婆说道 我听说西门庆已是死了 我嫂子现在在你家里 请王婆让我把她娶回家 一家一寄的也能过日子 屋里的潘靖连听到这话 早就春心荡漾不能自已 当武松得知王婆要一百两银子的时候 二话没说 把衙门的公款拿了出来 丢在王婆面前 这老太婆看到白花花的银子 哪还管什么周老爷成禁忌 当下就把潘靖连嫁给了武松 观众老爷们咱们想想 武松那是出了名的正义凛然 更何况还有杀兄之仇在身 怎么可能真的想娶潘靖连 事实也的确如此 只见俩人婚礼当天 武松换上了丧府 摆上了武大郎的临位 等到王婆和潘靖连进了门 马上就把前门后门锁了个遍 之后只听嗖了一声 武松从腰间抽出一把白黄黄的大刀来 瞬间怒目圆真 倒树刚驱 指着潘靖连问道 贼淫妇你听着 我的哥哥是怎么被杀害的 从时招来我便饶你 潘靖连瞬间被吓得惨白 但是还嘴硬的不承认 只说武大郎是突发恶极病死的 武松当即把刀直愣愣的插在桌子上 左手揪着潘靖连的头发 右手掐着脖子 硬生生拖到了武大郎的临位面前 然后取过刀来 就在潘靖连的脸上撇了两撇 这两下着实是吓破了潘靖连的胆 这妇人颤抖着 从如何用竹竿砸到西门庆说起 之后如何通奸 如何踢了武大郎 王婆如何唆使着下药 又如何嫁入西门府 全部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武松听吧 一边拽着潘靖连 一边在武大郎临位前撒了酒 嘴中说道 哥哥 今日兄弟 我就为你保仇血恨 潘靖连见形势不对 张口就要大叫 武松当即从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 塞进潘靖连嘴里 武松见这妇人挣扎 三拳两脚打断肋骨 之后两只脚踩在他的胳膊上大喊 贼淫妇 人人都说你灵力 我倒要看看你这心是如何长的 说时迟 那时快 武松提起大刀 就在潘靖连的心口碗下一个窟窿 然后手起刀落 拿下向上人头 摆在了武大郎的领位前 慌烂之中的王婆大喊杀人了 武松唯恐外人听到 手起刀落也把王婆了结了 然后翻墙跑出去 冲进王婆家 先把先前的一百两银子带上 随后溜出城门上了梁山 不久后 官府派人来处理现场 草草了事之后 把王婆和潘靖连的尸首 摆在了门口 等人来认领 王婆倒还有个儿子给处理后事 只是这潘靖连已经是众人唾弃 他的尸首就这样摆在街上 无人搭理 正所谓 平身不做皱眉事事上应无切齿人 潘靖连的报应果然迟早回来 那么 陈靖连得知一切后又会如何 加入豪门的春梅又会怎样 西门府上上下下的人们 又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上回咱们说到 潘靖连恶有恶报 深受益处 一时之间摆在路边 无人认领 此时的陈靖记才刚到京城 还没来得及要钱 就得知了自己亲爹的死讯 陈靖记的妈妈 眼看在京城里没了顶梁柱 待不下去了 就打包了一堆金银细软衣服首饰 让陈靖记先带回青河县 安顿住处 之后一家子 再搬到青河县里生活 缺钱的陈靖记 自然是乐呵呵的 带着家当往回走 心里还惦记着 要把潘靖连取进门 正所谓乐极深悲啊 回到青河县的陈靖记 哪还有什么机会 报得美人归 能做的 只有半夜跑到潘靖连家门口 给他烧些纸钱 观众老爷您要是问 烧纸为什么不白天烧呢 这是因为啊 潘靖连啊 那已经是千人垂骂 万人唾弃的淫妇 这要是让人看到 陈靖记在给潘靖连烧纸 那难免遭人埋态 面子上挂不住啊 另一边 毫不知情的春梅啊 还在催着周老爷 把潘靖连取进门 周老爷宠溺春梅 也就不再准备讨价还价 安排张胜李安二人 拿着一百两银子 去把潘靖连带回来 当然了 这二人肯定也是 带不回潘靖连来了 能带回来的 只有潘靖连的死讯 还有武松的通缉令 春梅听到这个消息啊 那是连着哭了好几天啊 心里惦记着潘靖连的尸首 还无人认领 于是自掏腰包 拿出些银两 安顿下人 偷偷把他葬在了一所寺庙里 这个寺庙叫永福寺 也是春梅的老公 守背负周老爷自家的香火院 转眼间没过俩月 又到了清明时节 吴月娘带着梦玉楼和丫鬟小玉 还有奶娘抱着笑歌 五个人一起坐着轿子来到了西门庆的坟前 只留下孙雪娥和陈进记的老婆 俩人看家 众人轮流上香磕头之后 吴月娘看着眼前春色满园的景象 决定带着众人一起去踏青游览一番 说来也巧 吴月娘啊 就直愣愣的走到了那永福寺的地界 咱刚刚提到过 盘靖连的坟头啊 就在这永福寺里边 正巧当天 春梅也带着丫鬟下人一起来到了永福寺 准备趁着清明时节 给盘靖连扫扫墓 这两波旧时的故人啊 自然就在这机缘巧合之下再次重逢 只可惜物是人非 吴月娘已没有当初西门庆大老婆那般雍容华贵 春梅啊 也不再是那唯唯诺诺的西门府小丫鬟 只见吴月娘对春梅说道 姐姐 你自从出了家门 奴多缺利 没曾看你 你休怪 谁能想到 短短几个月之间 吴月娘竟然要称春梅为姐姐 称自己为奴 也知道众人扎队互相再次见面 大家才知道 春梅格外受到周老爷宠爱的原因 竟然是他在嫁入守备府后 怀了身孕 吴月娘众人啊 也才知道潘靖连的坟头 就在这永福寺里 梦玉楼听到后 独自前往潘靖连的墓前 上了乡 说了几句话 另一边的吴月娘和春梅 也说了些两家要多走动走动之类的客套话 之后也就分道扬镳了 就在此时此刻 孙雪娥在家里正坐着客瓜子 突然听到门口有人喊着卖首饰磨镜子 只见孙雪娥二话不说 就起身往门口走去 谁称相 这个用扁担提着箱子卖东西的人 正是当初在西门府被陷害了的来望儿 也就是宋惠莲曾经的劳工 孙雪娥挑选了几样首饰后啊 但是没有给钱 让来望儿明天再来一趟西门府取钱 孙雪娥这么做啊 倒也不是什么故弄玄虚 而是明天来取钱的话呢 吴月娘就在家了 这个钱也就让吴月娘来掏了 除此之外 第二天来望儿去西门府拿钱的时候啊 孙雪娥偷偷给来望儿使了个眼色 悄悄对她说 到了晚上 你踩着梯子翻墙进来 我在墙这边接着你 咱二人见一面 我有些私话要对你说 咱们想 就冲这些人的德性 大半夜约会能有什么正经事 只见到了晚上 长久没有性生活的俩人啊 那自然是干柴欲猎火 樊云赋予了一阵后啊 孙雪娥递给了来望儿一包金银首饰 对她说道 明天晚上你再来这里 我还有些金银细软要给你 你用这些东西啊 在外面找个安身之处 现如今这家里日渐落寞 不如我偷跑出去 咱俩作对夫妻也好 来望儿心中啊 那自然是一万个乐意 没过几天 这俩人就把偷出去的东西都安顿好了 孙雪娥也就悄悄地跟着来望儿跑了出来 回到提前找好的住处 咱们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来望儿的房东啊 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房东看着来望儿 整天大包小包往回带东西 本就起了疑心 现如今更是直接带了个妇人回来 好奇之余 房东就让自己的儿子 偷跑进房里看个究竟 看到包裹里都是些金银细软 房东这家人一时见财起义 干脆全都偷了出来 当晚就兑换成银两跑去偷偷赌钱 没想到啊 当天正好遇到了官差抓赌 把房东这伙人都抓了起来 逼问之下 得知这些是脏物 于是连带着把孙雪娥和来望儿也抓了起来 此事一出 瞬间轰动了整条街 人们都口口相传地说 西门庆的小老婆和下人通奸还偷盗财物 出了这种丑事 吴月娘自然是不会去保全孙雪娥 因此衙门就找来了官方的媒婆 要把孙雪娥变卖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守备府的春梅耳朵里 咱们都知道 春梅潘金莲在西门府的时候 就和孙雪娥是死对头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 春梅那肯定也是赶忙抓住机会 要把这人买进家来 孙雪娥看到自己的主子是春梅后 心里那是叫苦连天啊 不过还是照样磕了四个头 乖乖的坐起了给春梅下厨的丫鬟 没办法 孙雪娥这叫做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此时 吴月娘的那一边也是屋漏更糟连夜雨 这边刚出了孙雪娥的丑闻 另一边孟玉楼也在准备改嫁李牙内 这也难怪 就像孟玉楼心里琢磨的那样 现如今西门庆没了 自己也没有个一儿伴侣 吴月娘倒是有个儿子 但这孩子就算长大了也不会心疼到自己身上来 最后弄得无依无靠了可要如何是好 不如趁着青春年少 先给自己找一个落叶归根的地方 正好孟玉楼和李牙内互相都看对了眼 而且李牙内还是支县大人的儿子 吴月娘自然也是不敢阻拦 并且还把家里能给孟玉楼陪嫁的东西全都让带走了 也正到了孟玉楼出嫁当天 吴月娘先是在李牙内家看到了花团锦簇 回到自己家后却只看到了惨惨奇迹 不管走到哪里都安安静静的 吴月娘不禁回想起曾经西门庆还活着的时候 姐妹们是如何的热闹 一条长板凳都坐不下姐妹六人 更别说来来往往的四方宾客了 可现如今却通眉剩下几个人 吴月娘想到此处心中是悲气万分 扑在西门庆的临床上放声大哭起来 正所谓贫神心事无人事 只有穿穿好月之 然而吴月娘的糟心事还不止这些 陈静记知道孙雪娥偷奸道物的时候 认为吴月娘此时心里肯定是着了怕的 于是陈静记就趁着这个机会 到处放话说 自己要写状子递给衙门 状告吴月娘强行霸占着自己 许多金银相拢细软之物 观众老爷们您别说 陈静记口中的这笔财产 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当年老陈家被朝廷问责 陈静记带着老婆一起来投靠西门庆家的时候 还真带了一大堆金银财宝 只是这些东西早都被西门庆用来做买卖了 吴月娘哪里还掏得出这么些钱 她唯一能做的 只是找出西门庆女儿 当初嫁给陈静记时候的陪嫁物品 然后连人带物一起还给陈静记 得到这些东西的陈静记自然是满心欢喜 唯独可怜了西门庆的女儿 硬生生的回到了这么一个恶棍身边 陈天要受着丈夫的打骂 陈静记还不止刁难自己的老婆 那是连自己的亲妈也不放过 他陈天想方设法的从家里压榨出些钱财来 先是从他娘手里拿了200辆白银 说是要开铺子做买卖 结果却整天在铺子里和些胡喷狗友们 打牌耍钱吃酒玩乐 眼看着本钱就要赔光了 陈静记又逼着从他娘手里凑了500辆白银 说是要去外地进货 结果是货还没进回来 先花了100多辆银子 从勾篮里取了一位哥妓 陈静记的娘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败家 得了一口重气 无呼哀哉去世了 而且咱们想 现如今陈静记家中有两位娘子 一个是明媒正取的西门庆的女儿 一个是从勾篮里带回来的哥妓 这俩人那自然是谁也不服谁 明媒正取的骂歌妓下见 歌妓骂明媒正取的失宠 这日子还如何安慎的下来 更何况 陈静记是一门心思的倒向刚取进门的歌妓 有一天 她更是直冲冲的说自己的老婆 还不如歌妓的脚趾头 骂完了还拽着对方的头发 用拳撞 用脚踢 用拐子打 打得西门庆女儿是鼻口流血 半天才苏醒过来 可怜的西门庆之女 实在受不住这样的侮辱 不禁欲结于心 当晚宣良自意身亡 享年24岁 吴月娘得知西门庆女儿自意身亡 陈静记娶了个歌妓在家 心中那是既愧疚又气愤 于是把西门府内剩下的人都聚集起来 一股脑冲进了陈静记的家里 摁着这次就是一通好打 打得陈静记身上的淤青那是不计其数 紧接着 众人又发现了躲在床底下的歌妓 拉出来 把他也打了个臭死 然后众人一边把陈静记家砸了个稀烂 一边把金银香笼又都搬了回去 第二天吴月娘还亲自出门 把陈静记告到了衙门 状告此人 殴打老婆一致自意身亡 自此啊 陈静记坐牢期间 花了一堆钱财来上下打点 家中的歌妓也早跑了 家里的东西也都被搬空了 就连房子也都典当了 除了烂命一条 陈静记再无他物 一时间不得已流落街头 乞讨为生 在之后的几年里啊 陈静记那可不仅是当过教花子 还经过故人引荐后做过道士 你要说他没本事吧 但是在道观里 陈静记那是左右焚园 忍辱负重 也混出了些资本 你要说他有本事吧 可他偏偏还就耍钱成性 嫖赌其行 有一天啊 陈静记还是接着往沟兰里跑 却被当地有些权势的地痞流氓们 抓住打了一顿 然后扭送官府 讲道理 出了这事儿 道观里肯定是容不下他了 陈静记应该又要回到乞讨的日子里 可这地痞流氓 不把陈静记送往别的地方 偏偏就送到了守备府周老爷的手里 只见当天 周老爷的手下张慎 抱着春梅和周老爷的儿子 就在厅堂之上 可煞作怪 这个孩子看到陈静记后 那是疯了一般的哭喊出来 张开手就要陈静记抱他 观众老爷们咱算算啊 春梅在加入守备府后不久怀了身孕 但是在这之前 春梅在潘静怜的唆使下 那也可和陈静记发生过关系啊 一时之间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想必大家也都有了想法 另一边呢 春梅听到孩子的哭声也赶了过来 在旁边瞟到陈静记就跪在厅堂之上 一时间想起了俩人曾经的快乐生活 于是叫过张盛来偷偷对他说 此人是我的表兄弟就此饶恕他吧 说完之后 春梅尽职回到了屋里 并没有着急和陈静记相认 也不是春梅心里没有他 而是一来俩人还没有对好口吻 春梅害怕自己撒得谎露馅 二来 这守备府的厨房里啊 那可是还有个孙雪娥啊 于是第二天 春梅就故意找茬 让人把这孙雪娥打了一顿 然后找媒婆把它变卖了 而且还特意嘱咐媒婆 说这孙雪娥卖多少钱 他不管 但是必须迈进青楼里 让孙雪娥做计 之后呢 春梅又偷偷安排人 把陈静记找回来 俩人核对好口吻 只说是表兄妹 守备府周老爷 本来就宠溺春梅 那对春梅的表兄弟啊 自然是好得不得了啊 只见周老爷 又是给陈静记开了个酒楼 又是带着他做官 最后还给他寻了门亲事 这陈静记不愧是西门庆的女婿啊 还真有这白嫖的命 至于春梅和他 也就在这表兄妹的掩护之下 在双方都以陈家的表象之中 开始偷起了肩 陈静记啊 也渐渐的在这样美好的生活中 迷失了自我 全然记不住曾经 也曾流落过街头 也持过色胆包天的教训 正所谓记吃不记打 他全然不知 这美好生活背后的危险 正悄然来临 只见这一天 有一个地痞流氓 把陈静记的酒楼给砸了 这个地痞流氓 倒也不是什么镇静人 此人是咱们刚刚提到过的 张胜的小舅子 他借着张胜的庇护 做起了拉皮条的生意 张胜啊 也经常去自己 小舅子家的妓院里玩耍 谁承想 当初那孙雪娥 还真就卖在了这家妓院里 张胜认出了孙雪娥 就是当初在守备府里的丫鬟 同时也贪慕孙雪娥的美色 一来二去 俩人就勾搭上了 观众老爷们您说啊 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陈静记气得过 砸了酒楼不说 但说这孙雪娥 就是个定时炸弹 所以啊 他再次和春梅偷情的时候 就在床上 把这个张胜骂了一番 只见他对春梅说道 张胜那丝啊 好生气压于我 他小舅子砸了我的店 不说还要撕占了那孙雪娥 只瞒着你春梅一人 若不教训他一顿 我哪还敢继续做买卖 听到这话的春梅啊 那还正在翻云覆雨的信头上 哪想得了多少 只顾着回答 我一定要让老爷子 结果了这丝 这俩人啊 倒是密谋的热烈 只可惜 隔墙须有耳 窗外其屋人 就在同一时间 张胜就在守备府里 听到春梅房里 有女人的叫喊之声 就悄悄趴在窗户下偷听 正巧 陈禁忌的那些话 全被他听在耳朵里 张胜呢 一介武夫 哪会动什么脑子 心里怒骂 你俩偷情还敢算计我 倒不如我先结果了你俩 随后立马转胜去寻兵器 提着刀 就奔向春梅房中 谁承想 就在张胜寻兵器的时间里 春梅的儿子大哭不止 丫鬟便把春梅带走了 只留下陈禁忌一人 还在房间里傻傻的回味无穷 只见张胜冲进门来 看见春梅不在 于是指着陈禁忌大骂一通 还没等到他还嘴 张胜突然一刀捅向他的胸口 伺候见他挣扎 又是接着捅了一刀 随后拽起陈禁忌的头发来 再一刀回向了他的脖子 了结了陈禁忌 张胜随后又提着刀去找春梅 却被家中吓人发现 把张胜捆了起来 搭进牢里 此时啊 任凭张胜如何说 陈禁忌和春梅有私情 那都无济于事 大家的眼里 只看到了张胜 提着血淋淋的大刀 在找春梅 至于什么私情 在大家眼里 那只不过是张胜 为了保命而信口雌黄的栽赃罢了 当天等到周老爷回来 春梅哭着把张胜 杀害陈禁忌的事情说了一遍 周老爷听后大怒 也不问长短 当场喊人来把张胜活活打死 此后又派人去捉拿张胜的小舅子 孙雪娥在妓院里 看到自己的老板被抓了 就知道是自己的保护伞张胜出了事 一失之见就陷入了恐惧 恐惧自己也会被抓 恐惧回到给春梅当牛做马的日子 于是孙雪娥绝望地关上房门 自已生死 至于张胜的小舅子 被抓回去后 照样也是被乱棍打死 至于春梅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只是多活了几天罢了 不久后 金军入侵 大举进攻边疆地区 守备服的周老爷 奋命率军出征 抵抗金军 却不幸以身殉国 命丧皇权 肉欲膨胀的春梅 只看眼前再没人可以同床共枕 于是就勾搭上了周老爷家的一位亲人 几度纵遇过后 春梅如同西门镜一般 也死在了床榻之上 不久后 金军人马占领了金城 太上皇帝与靖康皇帝都被制服 一时见中原无主 兵荒马乱 离树有涂炭之苦 百姓有道玄之苦 大势金军也杀到了清河县 民间夫桃妻散 鬼哭神豪 父子不相顾 西门府中的吴月娘 见金军到了 家家都关门所护 乱窜逃去 不免也打点了些金银珠宝带在身边 安排了小丝带安和丫鬟小玉 自己抱着笑歌准备一起逃出城去 投靠西门庆曾经的结拜兄弟云参将 只见吴月娘这拨人 夹在人堆里挤出了城 在郊外缓缓前行 不知觉中就走到了一个空荡荡的路口 谁承想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竟然慢悠悠走出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大步迎着吴月娘走来 口中说道 吴氏娘子 你要到哪里去 还我徒弟来 这话吓得吴月娘大惊失色 原来是吴月娘曾经被这个和尚搭救过 当时和尚提出来的要求 就是要让笑歌长大后跟着他出家 吴月娘当时也只管眼前火烧眉毛 于是一口答应下来 谁能想到如今俩人还会再次碰面 即便这样 吴月娘也还指望着留着儿子来传宗接代 怎么可能把孩子交给和尚 和尚眼看着吴月娘说话不算话 倒是也没有生气 只是对他们说 你给不给我徒弟先放在一边 如今天色已晚 你们也走不出去 倒不如随我去寺庙里休息一晚 明早再出发 吴月娘觉得和尚说得有理 也就答应了下来 只见当晚众人都睡着了 只有丫鬟小玉还醒着 半夜实在无趣 小玉就偷偷跑到和尚门外 从门缝里看她念经 小玉第二天早早就催促众人 赶快起身离开 众人也就一路饥渴夜住小新 来到了云参降的府邸 心里还惦记着 这个云参降早年间没少受西门庆恩惠 现如今也该庇护他们一家子 予以报答 谁承想 云参降从最开始就贪慕吴月娘的美色 现在张嘴就要吴月娘和她成为夫妻 只见云参降说道 如今天赐姻缘 一双俩好 陈其夫妇 在此快活一世 有何不可 吴月娘听后 一时间怒不可遏 但是人在屋檐下也不敢如何嚣张 只是找个借口让云参降把小司戴安叫进来 只见云参降吩咐下人说 取那个东西来看看 不一会下人拿出东西 昏暗的灯光下竟然是血淋淋的戴安的向上人头 云参降这是想用众人的性命来威胁吴月娘 此后 这司索性拉着吴月娘就要霸展 没想到依旧遭到反抗 云参降一怒之下 提起刀来就朝笑歌砍去 一刀下去血见数十步 吴月娘见自己儿子命丧黄泉 不禁大叫一声 慌乱中直挺挺坐了起来 浑身是汗 趁着月色看看周围人还都睡着香甜 才知道是难科一梦 第二天吴月娘走进和尚房间 和尚说道 吴氏娘子 你如今也该醒悟了吧 吴月娘沉默不言 伺候诉说了些苦水 答应留下笑歌跟随和尚出家 离别时和尚还嘱咐道 你们也不必再往云参降那里去 平白葬送了众人性病 回家去吧 十天之后 兵戈便会退散 吴月娘听信和尚之言 回到清和县里 打开了门户 之后把戴安改名叫做西门庵 继承家业 人们称呼为西门小园外 戴安养活吴月娘到老 直到七十岁时节 吴月娘善终而亡 正所谓 贤月遗书思枉然 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恨难存寺 禁忌颠狂定备奸 楼月善良终有寿 贫眉吟一走归权 可怪今连遭恶暴 一臭万年坐划船